三場球迷的黃色G.S.Code 一同展現認真面對這場戰役的決心 那我們用最高規格的心態 迎戰來訪的敵人 那除了用心的服裝之外呢 敬衛軍今天呢都是搭乘的 奧迪E-Tron Sportback 奧迪TTRS 奧迪RS5 CubeT 系列的車款來到新裝的城堡 登上GQ好不好 外面的紅地毯一起來走一個星光大道 那進場的球迷朋友們 都可以投下一票 GQ最佳穿搭球員 你的這一票呢 只要是和GQ總編輯Kevin 你們的想法是一致的話 就有機會獲得GQ提供的精美好禮 沒錯 除了可以票選我們球員之外 GQ呢也邀請現場的球迷朋友們 展現你自己的自信穿搭 只要在我們的路口處呢 有一臺拍貼機 那我們也可以拍下你的 國王 OOTD 我們同樣會有我們GQ的總編 選出三位 三位當日最佳穿搭的球迷 GQ最佳穿搭球迷 將會收到我們GQ所準備的新美好禮 球員進場搭跑車 球迷進場就拿好禮 這一次呢還是我們再一次呢和韓國知名品牌 E2再次合作 所有進場的女球迷女王們 天天敷0.2提機密面膜 那男生呢則是有曼秀雷敦贊助的曼秀雷敦男士沐浴露 還有GOMOMO環球購物影城提供的中和環球維修影城餐點買衣送衣 所以今天來現場的球迷絕對是讓你們滿載而歸 沒錯滿載而歸的球迷朋友們 今天在季后在首戰的周邊活動相當豐富 場內的活動我們更要帶給進場的球迷朋友們滿滿的好禮 今天我們中場遊戲將會由我們GQ大風吹 那獲勝的優勝者呢將會收到我們季后賽 主事決全隊簽名海報 以及價值三千元的GQ精品好禮 想要參賽的朋友們千萬不要錯過 那另外呢我們要感謝我們的贊助商 就是我們的打狗爸 只要我們今天國王分數破百 下週評票跟次打狗爸用餐 就可以享用雙人同行結帳可以限責破百分的分數 就是我們贏多少分就是折多少錢 那如果今天國王得分破百又擊敗我們的對手呢 我們雙人組合折底之外 還一起之機送給你們一盤雞六條 大家給我們打狗爸一點掌聲吧 來吧 今年呢是我們新美國王成軍的第一年 在祭祝的時候我們的口號 Kwonder City 希望呢讓所有的在這城市呢 一起呢榮耀加冕 我們也希望呢把這個榮耀呢 帶給每一位球迷 一路走來呢就非常感謝 國王的球迷朋友一步一步的 幫我們建築這個新莊的城堡 大家呢所有的用心呢 以及每週呢你們的建議呢 我們全部都收到了 沒有錯 我們不只收到呢 我們還會把你們的意見呢採納 或者是我們會做一些更改 讓我們整個新北國王的球隊 是更加往上的 所以在迎接今天非常重要的季後賽之前呢 我們將邀請一位非常非常用心的球迷呢 同時呢他也是楊靜民敏歌的鐵粉 沒錯他也是我們新北國王的鐵粉啊 在祭祝呢他寫下一首非常非常熱血的音樂 讓我們用最熱烈的掌聲歡迎 PG-6帶來的 The Kings The Kings 新北國王的球迷你們準備好了嗎 我說新北國王球迷你們的噪音在哪邊 The Kings The Kings 我穿著全副武裝看好戲 The King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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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刮所有的勝利聯盟霸主Follow Me God damn 我留著國王那些輸手就是芳霈 Gapay Gapay 放過空洞切入進去混合家明 Crawl的CDB在哨音響起台灣籃球好久沒有這樣的場景 You better know it 錄影流程紀念我身在籃球旗飛的衝擊 忘了什麼是台灣籃球該有的樣子 You better know it 黑格代騎著鼓旋風新北國王降臨 金色的主場我活在Golden Age baby 告訴後代不是活在空的Age baby 三分空氣入網 下期三分雨告訴大家是國王主場 再次 Back to back 體力是Back to back 新竹快點回家 Back to back 這九場Running 漫長的球技專門記載球技 新北國王的 這四場遊戲 Miley支持了Kings 吃完這條long trip Kings squad 國王球迷們 趙啟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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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穿著全副服裝看好戲 New type of type of type of win 搜刮所有勝利聯盟霸主 Follow me God damn 我留著國王那些出手就是翻倍 Get pay 放我空浪切入進去後悔加免 新北國王的球迷們 我們悶很久了吧 我要聽到今天晚上最大聲的 尖叫聲 第一次 第二次 Let's get it New type of type of type of king 我派出他媽 失去警攻你家籃筐 麥卡洛地位 單打對手卻死個緊張 時這時候又折開 爹地角三分有 頭出 Bang bang 空情入網 三分離線公固 文憑居然要擺人收庫 投籃潛入不管對手 遭到打不誤 開業的別墅 就像得來樹 阿明的心臟 結殺球投注 Yes sir Come on New type of type of type of kings 我穿著全副武裝靠西 New type of type of type of wing 搜刮所有勝利 聯盟霸主 follow me God damn 我留著國王的血 所有手就是翻倍 Gap it Gap it 放我空腦前入 進卻換過加冕 Yes sir 所以大家預祝有個美好的夜晚 謝謝 我是PG 最後的介紹 三分PG-6 所帶來的表演 緊接著 讓我們歡迎 新北國王拉隊 Quiz 所帶來的開場表演 OK DJ Sound DROP THE QUIZ 就真是 TEDROP THE QUIZ i'm just with the crew we ain't out here looking for blue cause some nights be better with you yes i hope we slowly call it a moon and tonight we are a hundred one hundred no drop on no baby mama keepin' it cute whoo whoo that's just what i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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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that's just how we do i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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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that's just how we do it do it do it you like it wanna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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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now how to keep it cool and that's just how we do it and that's just how we do it and you can do it too drop that to the flow here's to the pretty young thing with the big old goals we don't gotta act nice we don't gotta act right we never causing no fights but i still give you the smoke yeah i smile i you call my eye i but boy i ain't worry about you tonight i we going on and on they keep on playin' the song and we gon do it do it do it to the early morn 尖叫声给我们新北国王拉队 Quiz 今天主场球队新北国王季后赛 将面对的是 新竹街口工程师 四人将扳回一层 首先为各位介绍新竹街口工程师 3号林明毅 6号陈坚恩 9号田浩 11号肖顺毅 12号宇嘉瑞 20号郭少杰 52号龙毅春 54号吴代豪 接下来介绍选发舞人 4号高国豪 7号法师 8号朱云豪 35号星巴 36号林一辉 总教练林冠仁 助理教练沈兴汉 训练师 黄胜富 访护员 黄建元欧国宏 影片分析师 余继伦 总经理高杰林队 莉莎杰 请所有国王球迷朋友们 打开你手机的手电筒 一起为新北国王季后赛 道路点燃 将你们目光一致 上方大一幕 这下宁 I'm so strong Go hard and go on No stopping I can't stop I will not lose I will always win But the game's beginning now How are the Kings fans feeling? How are you guys feeling?We got playoffs coming up man Let's go Go hard like day da It's gang time like dang da I fall hard and close play Now let the gang causes it Now let the gang accusing Now let the gangvez begin I can always win 王冠!王冠!王冠! 王冠!王冠! 第2位 来自台湾时代 苏细林士玄 第24位 关键大星车 小胖洪志润 第3位 来自国际体大 小敏陈俊南 第10位 敬韦军攻线手 微笑射手 杰洋哥 第28位 魂蟹王子射手 史丁峰 张文萍 第1位 侧翼高炮台 雷尚李宁峰 第23位 最强新酒屋老板 杨新智 最强新酒屋老板 杨新智 第15位 国王先发舞人 starting by 国王先发舞人 starting by 马云 马云 国王先发舞人 第40位 长马士小火车 托马斯 海待 张文萍 《老板民众那》 是 国王宁手 最强烈的 球方的顾问许奥晨 新教练张崇溪 球队经理红智乎 防护员邱伯凯 数据分析师林振宇 中经理毛家恩 执行长陈杏森 政局 中经理漫渭 組合 前温 大家一起 吧 凡是 走是 大家 的 小时候 那天 走 é 我就是 我们的 入意 平时 这是 今天 到 中午 在 中午 中午 上 下 上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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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来到新庄好莱坞新光大道 赛前新北国王跟知名时尚杂志合作 选手拿出了最帅气的西装 像巨星一般在赛前走红地产 也希望在最始第一场出场的季后赛 可以开出红盘来延续整个系列赛的气势 在今天六月九号晚上七点钟 即将带来的比赛就是新竹街口工程师跟新北国王 在整个系列赛的第三场比赛 这样比赛听牌的工程师要延续胜利方程式 挑战横爽来晋级到总冠军赛 另外在新北国王这边 可以看到目前是居于一个零胜两败的劣势 这样比赛想必有很多问题需要来解决 来看看这三天球队的调整状况 到底会呈现出什么样的结果 在今天晚上开打的球赛将我张耀宗 以及身旁邀请到球场第一排的主持人 王柏林 张耀宗你好 所有的球迷朋友大家晚安 在第一场比赛 其实柏林也跟着我们一起看了整场过程 包含了前两战 不晓得怎么看这个对战组合 在工程师跟国王这边呢 赛前其实很多大家预测的状况并没有发生 原本预期在国王队的双塔 甚至三塔可以限制星巴 可是前两场比赛 工程师他们迎球的轨迹 并不是靠着星巴在内线突破 反而是靠着本土球员团队的发挥 那另外呢 两场比赛国王队要注意的是 他们都有好的开局 可是他们调整的速度 他们调整的应变的反应的内容 没有工程师来得好 所以代表说国王队有好的开局 可是收尾的这边才是赢球的这一队 那很显然的工程师收尾收得好 对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KING收尾NG 就是刚才球评提到的 其实在过去两战第一节 新北国王平均是可以拿下28.5分 整体的同盘命中率是37% 但是两队在后三节的比较 后面的三节平均每一节工程师 可以赢新北国王5分 对 一边就是倒吃甘蔗 但是一边呢就是每况愈下 那如果你是你支持的球队 或者你是教练 当然希望你的球队是倒吃甘蔗 因为如果你仔细看这个四节的比分 国王队两场大概都是第一节分数最高 二三四节分数开始往下挡 那工程师呢是第一节调整的比较慢 但没关系 大鸟漫体 对 我慢慢慢慢把分数电上去之后 我发现三四节打得好 我就是赢球的这一方 对 这个大鸟漫体呢 就要看到工程师这边 其实在上个球季十队是没有打进季后赛的 我们赛前访问到的是工程师 吴代豪选手 请他来谈一下球队对于这个胜利的渴望 还有他本季目前在新八来到球队之后 对于自己的角色定位 他是怎么样的看法 第一可能就是说新八需要下来轮替 然后需要休息的时间 然后我会进我的在球场上的能力 然后去把它争取更多的休息时间 那其实说退去第二线 我觉得是因为有他在 然后他打的时间非常的多 那可能就占据我们本土五号球员 四五号球员的时间就非常的多 那我觉得说其实不管如何 教练给我们设定的战术也好 我们上去的时间也好 我们就是尽力去配合教练这边 第一年打进季后赛 然后其实从去年我们也就是成军 一直到濒临接近季后赛的时候 我们其实都蛮渴望 其实这两年一直都很渴望季后赛 因为像大部分从去年的阵容 到今年的阵容其实变化没有说太大 然后又加入许多新的战力 然后今年打到了季后赛 我觉得是全体工程师上上下下 就是非常非常渴望的一件事情 对这个渴望冠军的程度 其实戴豪在替补这边 也算是在今年包括例行赛跟季后赛 立下了汉马功劳 其实在第一场比赛 吴戴豪上场了十分钟 他的正负值是正二 而在第二场比赛上场七分钟 他的正负值是负一 其实光他在上场的部分 其实就可以帮助师队来咬住整个战局 那大家知道上个赛季 工程师虽然是垫底第四名 但是全队还是发了奖金 我觉得这个其实要真的给工程师的团队拍拍摄 就是肯定球员一个赛季的努力 不以最后的结果作为衡量球员的指标 那慢慢的磨合很快 其实在一个赛季之后 一年多的时间球队就从第四名 现在看起来很有机会打进冠军战 对 讲到磨合的部分 那新北国王这个问题可能从季末到最后的季后赛 都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需要解决 在赛前访问到球队的主控李凯燕 请来来谈一下在休兵的这三天球队做了什么样的准备 以及在今天第三战要如何帮助正宗的老大哥杨敬敏 调整到他符合这个年度MVP的身手 因为他一定是对手针对防守的对象 那就是可能我自己可能要去多做一些突破 来吸引他防守他的人过来协防我 他才会有更多的机会 或者是甚至把球多给到里面的大个子 那去吸引防守敏哥他才会有更多的机会 然后就是他要果断一点出手这样 就是不断去鼓励大家出手 毕竟就是我们也没有退路了 就是这场比赛一定要把我们所有能发挥的 一定要发挥出来 那可能队上有很多学弟都还是第一次 就是经历季后赛的经验嘛 那就是去鼓励他们勇敢出手 勇敢去展现自己 对然后享受比赛就是这样 杨敬敏在整个系列赛前两战 整个投篮命中率是比较低迷一点 稍后我们要透过影片来看一下第二战 几个杨敬敏的进攻play包含了他在 进攻的时候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首先是面对工程师 星巴一直在禁区的情况下 他必须要在中距离做一个比较勉强的出手 另外这一次的进攻 把禁区的空间拉开来 让杨敬敏可以产生他切入的破坏力 找到外围的队友把球给投进 杨敬敏在今年赛季平均得分是21分 面对工程师的时候今年赛季 其实是24.8张禁过15分 所以这表示在季赛的期间 杨敬敏打工程师是有心得的 可是在季后赛的这两张比赛 杨敬敏碰到的一个问题是 费的空间拉不开 所以变成他切进去都碰到对方的 双颊甚至三脚 对我们可以看到光是在季后赛这个部分 可以透过这个数据来源 GCE FESKY的提供进阶数据来看 前三个项目包含了上篮 篮下投篮还有抛头这个部分 其实就是在比较靠近篮框的出手 在这方面杨敬敏在季后赛的效率 是有所下降 每次出手的期望值跟 跟例行赛相比降低了 大概有一半的距离 另外你也可以看到在季后赛 自己运球的投篮的比例增加了 反而是CCE FESKY比较舒服的 出手的比例也降低了 对 你看自己运球的比例增加代表什么 代表他要必须自己创造自己的进攻空间 所以他要付出更多的体力 对 他打了时间 在季后赛打了时间长 居然是打四十分钟 例行赛只打三十四分钟 多打了六分钟 但是你自己去运球寻找空挡的次数增加 代表你的体能消耗是更剧烈的 所以你看反应在 就是他命中里其实下滑得非常多 那我认为我个人的看法 我认为其实场上最能够帮助杨敬敏 去疏解这个进攻的担子的事实上 是我认为今天在走红毯穿得最帅的李金斯 李金斯穿得超潮 是 这样比赛三位的执法裁判 洪永裕 武瑞薇以及罗伯喜先生 那刚才讲到今天国王队登陆的 施慕伦斯跟戴维斯 所以李金斯只能在场边帅 场上没办法暂时 但想到这个洋将选择 新北国王道士在第二战跟第三战连续两场比赛 采用这个双塔 莱恩教练肯定是有在第二战看见这个双塔 来击败工程师的可能性 是当然了选择 慕伦斯在防守端的取上上面 因为我们看到在第二场 辛巴曾经在对位上被打了一个火锅 他在正面未必能够第一时间就挤开慕伦斯 这个是选择慕伦斯的好处 可是当你选择慕伦斯的时候 代表国王队会有更多的高地位 那代表杨敬敏打的空间切入的空间就会变小 今天客队的工程师先巴五人 有高国豪 朱一豪 法师林一辉以及辛巴 主场的京北国王机长刚才提到了 采用两位洋将的双塔 另外搭配李凯燕 洪凯杰还有杨敬敏 所以这也代表如果你选择了慕伦斯 那李金斯他最大的功能除了在防守端上 另外他在外围 他是一个很典型的3D球员 还有转换快攻的球员 我们看到第一阵好几次李金斯他事实上是能够担任 转换时候的箭头 那当时在第一阵跟上半场已经造成了 工程师蛮大的困扰 所以今天我们可以一起到两队应该会有比较多的阵地阵 在今天主场的新北国王是身穿黑色球衣 也是队史第一场在季后赛的主场比赛 另外客队的新主Jaco工程师身穿的是白色球衣 不过其实现场你看有赠送在A区的球迷黄色的T恤 希望在现场塑造一片黄海 我还会走进中心中地的场地 今天隔壁棒球有打不过是蓝色的 不要走那边 但是你看工程师他们在他们的板凳席上有一区 还是穿着紫色的 所以在那区当中他们没有被占领 就是那个黄色T恤不穿 我在这边看过去有黄有紫 我以为我在看胡人队的比赛 真的 今天要请到的是GQ的编辑长 来担任今天的开球嘉宾 也是赛前这个精心特别安排的时尚杂志合作活动 第四战还有其他的活动 不过我们先把今天度过的时候 我们再来聊第四战的东西 没有错 好 台湾享受目前比赛就要开始 跳球下来第一波由主场的新北国王 掌握球权 好 其实跟前两战一样 开始工程师在第一波的防守 都是有半场人丁人 好 马上就有一区 外线投射的是康马士 康马士前两战蛮低迷的 我们看到在前两战他的出手力道都轻 那回到出场之后 相信他对于这个出手上的角度 应该做了蛮多的调整 这边工程师把球塞给星巴 这边没有奖哨比赛继续进行 篮底下又是穆仑斯盖了星巴的火锅 穆仑斯成功的防守 他把星巴限制在篮框底下 零度角没有出手的角度 对 连续两次第二战第三战 都可以看到穆仑斯万万直接盖了星巴的火锅 好 但是看这个时候中间就会比较拥挤了 对 这是国王队采取双卡的选择 可是这没办法 你不能说我又要快速的进攻 我又要进去的防守 你一定要选一个 这个时候全场有虚声 这个时候有结合在出场的感觉了 来看一下前面一个play 穆仑斯 我们今年很少看到星巴被压在蓝宫底下 这个蓝板正下方 这次穆仑斯选择他最大的最大的作用 对 一个空切 出手受到了影响 这讲到星巴 其实星巴的前两战 说真的你就感觉他打的还蛮轻松的 刚才在汤马市火力全台 好 这个也延续了前两战 这个第一节的国王开局开得都很顺 对 没有错 那如何延续这个好的感觉 就会是新北国王 接下来将近三节多 必须要做的功课 孔凯杰撞到裁判老师 因为裁判老师今天的衣服 看他们球一长很像 这边要给小球 阿敏进去比较拥挤一点 把穆仑斯抓一头三分 哇 洪凯杰手法师还是蛮吃力的 当你选择洪凯杰先发 没有选择李金斯的时候 你可能在配方的时候 二线要多帮忙一些 因为不然一个转换 现在汤马市在前一次的转换 汤马市基本上他要出手三分球的话 一定要是一个几乎完全的空挡 当有队位上来的时候 通常汤马市是不会准备输算的 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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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事实上这个是在第二战 第二节之后 哇 没办法 被要到位置了 星巴为星期借口工程师 走开记录 其实刚刚我们在前一波讲到 星巴其实在前两战 打得还是蛮素席的 蛮惬意的 他并没有真的像季后赛这样 往死里打 这边新北市关长杨静敏 来一个中距离 杨静敏在这一球也做出了一些改变 他开始不往中路切了 对 往底线比较没有协方者的地方 做代步跳投 增加他的命中率 相信杨静敏的进攻手感 跟整体表现会左右新北国王的胜负 高果娃拉出来投三分 战术成功的 穆伦斯 没有往进去打 跟给到这边顶角的冯凯杰 其实刚才穆伦是一个身材上面的优势 可以考虑直接开进去 没错 我觉得蛮意外的 精彩的假动作 描栏之后切入 好 这个状况其实又出现了 工程师只要经过转换一次对位之后 外围直接切入 蓝底下没有人补防 这边有生产上面的优势 两个中锋的配合 最后球掉了到这界外区 这个时候要在第一阶就挑战吗 两名裁判老师在讨论 给的是工程师的球 就在两位比较靠近的裁判 做一个简单的讨论之后 做出了判决的更改 这时候再拼防守 国王队其实刚才在前一波 对方做一个简单的招插掩护之后 高果豪正面就能够切入 这个要赶快修正 国豪 被换掉了 这边有小打大的机会 对 林依卉这边有miss match 想要要球 这个是一个on ground的范围 这个球进不算 可以看到高果豪的个人动作 其实在刚才这个play展现得相当好 他让汤马士是防守上非常犹豫 对 其实这个就是国王队在前两战一直碰到的问题 当你用很多的人定人防守 然后你不希望球员去换防的时候 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小练 这边外线都会看得很紧 再到中距离的高投是高国豪 高国豪一开始手感不错 车正面还有在左路的进攻 目前命中也还不错 高国豪开赛这人拿下4分 反慕伦斯也投3分球 这个人差的比较多一点 小练左边空挡 这空挡来讲是有点大背 他没有投进 谁的防守球员 漏人啊 对 这可能队友要提醒 因为国王队在 广泉斯在最近两波回合三波回合 已经很多这样子 没有人防守的情况之下出现了空挡 这进区有点拥挤 慕伦斯还是抛近这两分 耀东刚刚讲的进区有点拥挤 像进区堆满了人 杨静明这场比赛 不会有太多切入或买饭的机会 他只能够利用中距离代步的投赦 做一些个人的单打突破 但是也不能够切得太深了 这也是其实第二战的写照 刚刚他们采用了慕伦斯 跟汤马志这个双塔 还有在戴伦斯的轮替上面 几乎都有两个常人在场上 对杨静明在整个切入上面 空间显得比较不俗一点 没错 好球 Nice pass 可惜了 好球 要拦下三秒 想法是非常非常的成熟 因为队友体现一个更好的机会 视野很宽广 比较可惜 第一截剩下7分03秒 主场的新北国王10比6 4分领先 看高国豪一开始就上身体 超级成功之后这个传球 但是队友没有赶到 传得比较潇洒 所以应该是在模仿高国豪 在第一战的传球 一个投桃报李 哇 星巴的麻辣火锅 这边让李凯燕有一个投射机会 所以国王必须快速的退防 在转换快攻的时候 其实高国豪蛮会去找到防守权的身体 是 没错 因为你看高国豪他在运球上面 他其实左右狠一一的动作非常地敏捷 而且本身他身体能够碰撞 在场边出现暂停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第三下的比赛马上回来 在干 lips的 Were to 要关 bright的 瞻瞻瞻瞻瞻瞻逻瞻瞻瞻瞻瞻千均 对 轻轻瞻瞻瞻瞻瞻瞻 eligibility 位数再跟养忍 OK 身并尽 好得謙 我第一節國王碰到的犯規麻煩 團隊目前的範圍是4比0 那這四番當中有兩範是洪凱傑 所以其實碰到第二戰一樣的狀況 你用洪凱傑去對位法師 第一線如果沒有頂住的話 大概這一波的回合就只能夠靠犯規收場 所以這是國王隊其實要想辦法去克服的 如果說洪凱傑在第一線的防守效果不好 是不是考慮用陳俊男 或者是用張文平 因為以張文平的size來講 是比較可以跟新法師去對位 對 那張俊男 陳俊男本身他在防守的意識上面 會比張文平來得好一些 所以就要看Ryan教練怎麼去取捨 Ryan教練應該是有聽到柏林講的話 陳俊男馬上在暫停過後來到了場上 你一定要相信奔弩球員 是 你要相信奔弩這些板凳的小將 不然的話這個戰線拉不長 這高低位的配合 讓法師可以擺進這兩分 結果小敏一上來就被吃了 當然辛巴真的是打得很充裕 這卸賽感覺上他還沒出力 看不下有沒有流啊 再一步的跳投楊靜敏 對不對 所以他有很多中距離的投射 那阿敏在這一段其實做出了修正 他並不再切得這麼深了 因為進去栽慢了人 如果你再一步跳投可以直接拔 這也是一個好的機會 我相信在第三戰他繼續選擇雙卡 在過去休息了三天 新北國王應該在進攻端上面 也做了蠻多的修正 對對 進攻上其實一直不是國王隊的問題 現在就看著是防守了 穆倫斯 這邊是林輝在守他 這個直接傳給了法師 這差的有點多了 市館長直接犯上一归 這個板凳區的工程師 這邊的教練團隊 這要了一個 這跟裁判老師 要一個 這個隊人的犯規 因為剛才其實 楊靜敏的意圖是蠻明顯的 就是要把法師給擋下來 對 星巴這個時候在跟我們 五瑞威老師溝通 藉由這個犯規之後 戴維斯也來到場上 讓穆倫斯休息 新北國王持續維持在有一個 兩個比較高度比較高的選手在場上 基本上就是戴維斯、唐瑪斯跟穆倫斯 在這48分鐘之內 不斷的三取二 四一三取二 是是是 還要再上一下四組 今天法師穿了一雙 這個算是蠻復古的 Jordan系列的球鞋 比數12比10 在對位時候一個製造碰撞 所以李凱諺也買到了高國豪的犯規 其實我認為在這場比賽的開賽 比較有季後賽這種 針鋒相對焦土戰的味道 因為前兩戰國王隊在開局打太順 有一個HANDOFF演入之後 這個三分出手沒進 其實扎快進攻節奏 是國王隊可以考慮做的一個進攻選項 對 國豪到了禁區 這球要拋給星巴 雙卡夾擊擊下星巴這一球沒有擺進 新北標封玫瑰把速度帶起來 找到了老大葵楊靜米擺進兩分 不過要注意很快 好球 你兩分我兩分 瓜國豪這反應真快 是 在邊線救球之後 看到前面的星巴他是還沒回防 對 這次新北標封打太快了 但是這也要注意到 誰對位高國豪沒有安全員退守 因為當DK贏到前場的時候 後面應該要有一個退守的 這邊有多打少 四個打三個 朱銘豪轉進來再給 外線完全控擋的是宜昏 停在中距離 法師這個防守點 確實像柏林說的一樣 是新北標封必須要傷腦筋的 這個手部的動作蠻明顯的 這是個進攻犯規 這一次是法師陪上的進攻犯規 俊男這一波其實守得不錯 沒有畏懼做身體的對抗 這是前面楊靜明的快攻上籃 對 但發球的剛才我沒看清楚 但發球的攻城師手贏的反應非常快 對 一球進之後 馬上一傳到中場 高國豪再一傳到籃下 星巴扣回兩分 八分數就抵消了 第一節很精采 小巴洪志向也來到場上 雙夾上來了 這邊跟湯瑪士的配合 第一球後 帶到中距離的跳投 是楊俊敏 好球喔 市館長在第一節個人獨拿八分 第一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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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館長今天來到第三戰 應該是有所覺悟喔 而且我沒有看錯的話 阿敏在三天換三場比賽 穿了三雙鞋 只要改運改三次喔 那他的習慣是 如果這樣比賽 就打得不那麼理想 或內容他不滿意的話 他通常會換血 或這樣血他可能就捐出去 或就不要 那這樣 如果贏球的話 他會繼續穿同一雙球鞋 那下半季換得不倒極 對 在近期國王隊 從下半季起鑽啊 就最近呢 十一場輸了十一場 那也要球鞋夠多才有辦法 當然 市館長是沒有問題的 這個請這個 參三啊 這個從褲棒裡面 找點裝備出來 找一下裝備組支援 這邊 戴維斯要挑戰星巴嗎 等到籃底下自己再補 還是沒有進 這一球 雖然戴維斯卡了一個不錯的位置 但最後沒有把球給擺進 節奏變換法師 差一點要到一個N1 不論現在是前俊男 或是轟太接手 效果都不好 第一節工程師的星巴 其實就是在籃下 有兩次的要位 做一個轉身假動作之後 換到另外一邊 左手拋頭 但還是沒有辦法把球給擺進 星巴的威脅性還是在 對 現在跟柏林說的一樣 現在換上張文庭 來 伺候法師 對 輪流伺候 光一節就有三個人來 現在已經不是定攻一的時代了 現在是打群架的時代 一個不行就換一個兄弟再來 對 對 因為現在對國王隊來說 不是能夠樣樣好的 選擇 你一定是 你選擇 這個羊將 你另外一個羊將不上 那你就要 你要能夠選擇 我可以接受 踏不在場上 剛才有四個人 進行發球的站位 裁判要把這個發球 重新再來執行一次 所以很顯然 對於國王隊的評估 他們都認為 法師 帶來的傷害 會比較小 他們還是比較在於 星巴帶來的傷害 這球把卡瑪是 把球給撥了下來 這很聰明喔 這在FIFA的規則 這是沒有goatending的 對 球在碰框 往上彈之後 這個軌跡上 是可以去撥球的 一個防守籃板 再加一個中距離 好的 朱運豪前面有一個飛夫 一個diving catch 不過沒有dive到這球 那李家瑞其實上來囉 李家瑞其實包含第一戰 還有第二戰 其實都有相當不錯的眼神 對其實前兩戰 工程師打得最好的分路球員 就是李家瑞 沒有錯 你放過頭三分就進給你看 真的 李家瑞是前兩戰 打得最精彩的 工程師的分路球員 戴維斯 這邊拉出來投一個中距離 他這樣完全不守的情況下 必須要把握去這兩分 對 這個超大號三分球法師 這個投的距離是有夠遠 現在其實多打少了 4打3 Steevo 進攻時間還有 星巴沒有回放的情況下 讓湯瑪茲在籃底下 帶著得分 大打小 李家瑞在前兩戰 搶軍得到12分 7.5籃板 Steevo 這邊超級的成果要秀著嗎 單手扣籃 來自法國的浪漫射手 也是能跳的 這球傳球比較大意了 真的 這張文萍長那麼帥 竟然沒有注意到他 直接把球送到他的手中 這是不是例行賽加季後賽 張文萍的第一次扣籃 我看過印象中 對 再來看一次 但並不確定啦 可是這球傳的確實也是有點離譜 工程師 球線拉得比較長 因為最近這幾波工程師 是用李家衛來擔任控球的位置 看起來張文萍應該是完全沒有猶豫 這個空籃機會就是決定要扣了 國王隊在前兩戰打比較悶 這一戰其實回到了主場 他們需要有一兩個 這個我們所謂的defining moment 就是有一兩個時刻是 你在全場的觀眾會一起幫你加油 前兩戰呢 國王隊的板凳的得分 都各自有九分 特別是第二戰 這九分是Q拿到的 所以如果你扣掉Q 事實上在第二戰 國王隊的第二季隊 是沒有任何分數的 對 在第一戰呢 其實國王的板凳九分 是由三個不同的球員 包含了張文萍 洪志善 來拿下這 還有檢右者 三個拿下這九分 而到了第二場比賽是戴維斯 今天張文萍在板凳這邊 有貢獻得分 另外在工程師這邊 第一戰板凳拿下二十分 第二戰是十二分 其實在新北國王這邊 主要還是要找尋 第二季隊的進攻火力 尤其在戴維斯之外的球員 必須要更勇於出手 我們剛剛看到工程師 在前兩戰 這個板凳不上來得到三十二分 這個三十二分當中 李佳瑞一個人就佔了二十四分 是 他事實上在三十二分鐘 他佔了三分之二的分數 所以為什麼說李佳瑞 在這個系列賽是重要的 而且是X因子 因為他賽季平均的分 是六分三籃板 他季後賽是翻兩倍 十二分七籃板 而且上場期間其實差不多 大概都是二十五到二十八分鐘 這表示他效率是往上走 這邊田昊進場 接起在找尋隊友李佳瑞 這邊被小胖的成功抄截 這個Ply賽他的旁邊沒有注意到 這邊有人跑來協訪 在工程師這邊 有做了一個非常大幅度的走馬幻象 包含了郭少傑 田昊跟吳戴豪 都在剛才前一個子球的時候來到場上 但是你要注意到 其實不管怎麼換 你看始終其實都是有身材優勢的 都是工程師 不過現在有穆倫斯跟戴維斯 在這個禁區上面 第一次 魔王隊在這樣 第一次有身材優勢 全場喊著叫穆倫斯要往裡面打 這是一個成功的防守 往下換錢佑哲來守法師 在拿他無可奈何 這是法師在第一節看到第四個人來守他 對 工程師的調度邏輯是這樣 灌籃教練他在使用法師 他會在新發下場之後 把球圈集中在法師身上 然後他會讓法師自己去決定 他想怎麼打 而且這個時間往往發生 是在第一節的大概三分鐘過後 到第二節的前半段 你看現在其實在第一站第二站 法師其實都是在這個時候開始飆起來 對 尤其在第二站啊 單節十分三顆三分球 所以如果以調度的角度來看 灌籃教練他這個調度的哲學跟邏輯是對的 因為你要讓球員知道說 我在什麼時間我會準備要上場 我在什麼時間我要做什麼事情 他會變成一個肌肉跟時間上記憶的連結 我覺得這也是在前兩戰兩隊最大的不同的地方 沒錯 工程師他可以延續他們在力行賽 一個成功的模式 成功的調度 反而在新北國王這邊 會因為對手出了比較多難題來 我要被迫改變原本的調度模式跟打法 沒錯 來遷就工程師 沒錯 那這一站國王隊的調度 就比較像我們在這賽看到了 你看現在 紅志戰 紅 包含張文廷 跟五代行 這邊各給一個技術犯規嗎 什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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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才是有一個補藥位的出現 為什麼你把我押了嗎 錯了Dou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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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透過裁判身上的收音 其實可以很清楚來聽到這個溝通的過程 OK Wu老師是來自香港 英文的英文能力非常的好 就Calm Down Good 好就判了一個雙方犯規 有13號的洪永裕裁判給了一個雙方犯規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的卡位 對 不過到這邊為止看起來都還 新北國王要發底線 OK 這一次木輪斯還是沒有擺進 哇 要單打戴豪可沒這麼容易 這個意圖很明顯 就是準備要來找戴豪來了 李佳瑞底線的long tour 哇 李佳瑞真的 李佳瑞其實事實上工程師在艦隊的時候 他就是Kenny哥高景岩總經理 他最喜歡的球員 特別飛去金門找他 這個確實 在這個第二梯隊的對抗 其實國王隊並沒有討到便宜喔 沒有 反而工程師還把分數縮小了 法師自己選擇一個頭一個三分 力道大 在第一節最後一波進攻 掌握在新北國王這邊 還有最後的十秒鐘由小胖來發動 還有最後的十秒鐘由小胖來發動 好位置清開喔 讓木輪斯要單打佳瑞 往裡靠 最後來一個拋投 連續三次 木輪斯想強打籃下都沒有辦法成功 不過在打完第一節 新北國王跟前兩戰一樣 依舊帶著領先 二十二比二十 有兩分優勢要進入到第二節的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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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位置進入到上方的大一步 手握要進A8方向 還跟我們一起拍一張照吧 來囉 跟著我們的 跟我們一起開個車 哈囉 他們看一下我們的大一步 哈囉 姑姑 哈囉 歡迎來到新中體育館 對 對 這個開車技術沒問題的 PG6 對 哈囉 PG6 跟我們一起開車 哈囉 可以公分的 奧基A8一起握著他的方向盤 對 對 也可以跟著節奏一起搖擺 也可以跟著節奏一起搖擺 哈囉 哈囉 Yes sir 跟著我們的大一幕 這個開車技術沒問題的 倒車入庫 什麼 對 凱節 加油 可以接 歡迎回來 這個第三戰打完第一節 新北國王跟前兩戰一樣 都有個領先優勢 不過在第一戰 新北國王領先8分 第二戰3分 到了第三戰 這個首節的領先優勢 只剩下兩分了 好 然後剛才我們去了解了一下 在第一節結尾 這個雙方的技術犯規 雙方的犯規 那根據底線裁判的認知是戴豪啊這個用身體啊 這個身體過去 當然是沒有犯規動作但是有個挑釁的意圖 好但是穆倫斯就我們剛剛要請一節回看 穆倫斯下手就推了 所以裁判討論之後決定這個雙方就各打50大阪 有一個雙方的進行犯規 那還好不是金巴 金巴怕下一場比賽就不能打 李家瑞這球要拋給誰啊發生了失誤 想法是想要給金巴 就是頭腦有想法手上沒做嘛 郭少傑抄截成功之後造成了對手的犯規 好那這組陣容我們可以觀察喔 這組陣容現在是沒有法師的 但是是金巴配上田昊 陳堅恩 郭少傑還有李家瑞 所以這個組合陳堅恩跟田昊上來就代表什麼 代表接下來的攻擊會全部放在金巴身上 當中總點 外圍同時配置兩個射手郭少傑跟陳堅恩 因為陳堅恩跟田昊都可以 主持進攻跟傳導 這邊沒有看到金巴 這個第二趴在傳 李家瑞再投一個三分 李家瑞現在出手的選擇上面不在猶豫了 這是他這個系列賽我們在看下來他最大的成長 不過在過去兩場比賽可以看到 包含今天國王在選擇防守上面還是會 都讓李家瑞在這個比較遠的距離來出手 這樣子還是沒有進 戴維斯剛才要頭要扣之間其實有點猶豫 怕辛巴 辛巴後來決定放掉了 所以戴維斯也有點突然覺得 你怎麼沒有來守我 來看一下剛剛這一球 最後用放的但是沒有把球給放進 其實這個在出手前 戴維斯他會預想到可能辛巴會上來 所以他一開始跳的時候並沒有把地上全部釋放出來 他還保留了力 他收力 可以再做第二波動作 結果沒上來 所以他也突然間失去了他抽籃的節奏 這邊陳金恩掉球 還有7秒鐘的進攻時間 請他要想辦法來拆這個炸彈 李家瑞右邊45度角 來投一個大號3分球 狂青路 今天上半球看李家瑞 李家瑞今天是拆彈專家 2 3 3 3 這邊在籃板的爭搶上面 是木倫斯播出的底線 李家瑞打得真是精采 這個在這樣投下去 這個切彈專家第三級 不知道是李家瑞演還是劉德華演 是 他拆了兩顆了上半球 對 如果一直放李家瑞投放到他 找到手感 那對工程師來講 進攻上面反而又多了一個選擇 所以工程師今年 在下半季可以打得這麼好 季後賽 大家覺得他可以走得遠 就是因為 包含上李家瑞 朱雲豪 這些球員可以輪流地跳出來 你看 3結第二顆3分球 李家瑞全場第三顆 現在已經得到了11分了 把球一遮起來 以為是第二站的朱雲豪 2 朱雲豪 莫倫斯華一顆吧 這邊有一個3分球 其實這樣比賽中方的這種攻守 有來有往 就比較像是夢想家跟勇士 另外一個組合的這個 對陣的過程 最後在切入的過程中 都被李凱彥點出了界外 所以這組陣容不是打星巴 打李家瑞 他在賽季上場時間 跟他在季後賽的期間 季後賽多打3分鐘而已 可是呢 他在分數上面是真的跳了一倍 季賽的6分 季後賽的12分 那籃板呢 從3.7個 上場到7.5 那還不用說他防守道的價值 李家瑞自己在切入籃框 對 湯瑪士給播出界外 要跟星巴對抗來搶防守籃板 真的也是沒有這麼容易 可是你看 剛才嘉瑞在第一拍過掉之後 他再切進去 他的攻擊的這個選擇是對的 是沒有問題的 盡量就是往籃框去 因為你已經過了第一線 你後面補上來犯規的機會高 那而且我又距離籃框更近 我的命中率會增加 現在是楊敬敏來守法師 對於這個犯規的推判 士官長 冰一下你先告他 很生氣 這個感覺上就是 當總部有督導官到臉上的時候 好像他夾住到 但是他冰一下 把你自己缺點的時候 士官長會跳起來 對 這邊給的是楊敬敏的犯規 因為他覺得他是被星巴拉住 被星巴拉住楊敬敏的手 楊敬敏的表情 不過我們的裁判是 臨為不妄 準備給GOLD TENDING 星巴拉這次再回到臺灣 除了他在技術上面 你看他在求傷 他在 他真的變很成熟 解讀比賽的能力 真的不只是靠身材 現在攻城之心把比數 領先了3分28比25 這一個還是沒有閃過星巴拉的火鍋 這就是工程師特殊的防守佈陣下 星巴拉帶來的效應 對 蓋了一個火鍋之後 回頭再來一個雙手扣籃 我們來講啊 星巴拉前兩戰啊 這個還沒認真打 前兩戰之上 星巴拉的搶軍得分 是比賽季來得更低 但是這場比賽我相信星巴拉應該是會火力全開的 我相信星巴拉應該是會火力全開的 有沒有要玩中場比小遊戲的朋友 發出是誰讓我知道一下 我還有一種有沒有需要中場比小朋友 我沒辦法 我沒辦法 在第二節 李家瑞標進了兩顆三分球 個人貢獻了六分 另外星巴拉兩分 法師兩分 在第二節開頭 新北國王挨了一波 3比10的攻勢 也把原本的領先優勢給浪了出去了 李家瑞 原本的領先優勢給浪了出去了 他在這個系列賽第一戰上是要他的防守 結果買防守送進攻 真的 這樣比賽他目前得到分數 已經追平他在這個系列賽的場均得分 而且這個在上半場三分線外的手感 應該是國王隊這邊意想不到的 怎麼也沒想到說 這組陣容看起來是要強打星巴這個點 結果是李家瑞投開 當李家瑞投開的時候 星巴拉的空檔就出現 其實李家瑞因為右手的骨頭傷勢 在季末其實休息了長達一個半月的時間 在季後賽可以有這樣的調整 也是相當的不容易 現在重新國王隊再組織另外一波的陣容調整 同該結在上 另外的場上還有楊敬敏 李凱彥 慕倫斯跟唐瑪士雙卡 這等於是剛開賽的先發五人陣容 對 再分給楊敬敏 再一步的中距離 再分給楊敬敏 星巴拉還在後場 還沒有出現在我們的畫面之中 把實現的ISO對位李凱彥 一對一在右邊有一個單打的機會 來加速一個配合 這個中距離頭短了 凱彥彥把速度帶起來 只有唐瑪士的掩護這個上籃受到的影響 好 必須稱讚在這球工程師的防守 在第二線很勇敢的竄出來 對球進行壓迫跟夾擊 沒有讓唐瑪士一直把他的位置給卡住 沒錯 好 把空間拉開橫採結 沒有追上來我就投 這一次是打一個星巴腿防不及 讓唐瑪士在籃底下擺進兩分 好 如果說國王隊他的進攻其實都要這樣打的話 他事實上還在消耗莫倫斯的體力 如果你要有這麼多轉換的話 其實李金斯是一個滿不錯的選擇 喔 哇 這個往頭招呼 這邊缺的是星巴的犯規 木倫斯在頭被打了一下 苦痛苦痛苦痛 這是前面唐瑪士 以及這個星巴掉球之後的犯規 哇 這個左手肘直接打在木倫斯的頭上 國王隊要一個違反運動精神犯規 因為對於頭部的犯規 不過裁判現在認為是 是一個普通犯規 因為認為這是在這個意外碰撞之後 這並不是刻意的往頭部去犯規 木倫斯這個系列賽的頭啊 相當的不平安喔 他髮帶一直掉 哈哈哈哈 楊靜靈在後場比一個戰術 看這一球國王隊要怎麼配合 其實工程師喔 在連續兩場比賽都是在第一結尾 第二結出 祭出這個第一線的三二防守 收到很好的效果 輪轉過後 讓洪凱傑投進這個三分手 那要破這一招只有底線 剛才兩邊會有空檔 因為國王在第一場第二場 他們底線的三分命中率是不好 所以這場比賽如果要能夠逆轉 拿到比賽勝利的話 真的是在拋球 洪凱傑這邊再來一個N1 比賽要把速度的拉起來 其實我們過去看很多洪凱傑的比賽 洪凱傑他是屬於這種連續上分型的球員 就是你要讓他先有第一個Fill Go 外線投進之後 他整個手感來了 他馬上再轉換上 他就可以幫球隊爭取到分數 在這個上籃進之後 新北國王把比數個超前 不容易喔 這是一波8比0的攻勢 比數33比30 而且工程師把他們的一陣又給換上來了 高國豪 祝英豪都上來了 產生了一個腳踢球 對國王來講 運氣蠻不錯的 因為沒有這個腳踢球的話 工程師要多打掃了 工程師要多打掃了 隨意豪落帥接球 底線洪凱傑跟法師在玩過密場 把球塞給星巴 這邊李佳瑞 這一趟代位只有速度上沒有優勢 這一球 新北國王再度執行 攪換快攻 對高國豪預設到路線 那前面就是星巴海過天空 星巴輕鬆 星巴在這個系列賽 就是看起來打的是游刃有餘 很多人都說 星巴打這種 一個系列賽來講 出賽這麼頻繁 會不會 這個後面極力下滑呢 我完全不會 油箱裡的油還很多 這是星巴今年才29歲 這球法師也打得很快 這一球法師也打得很快 洪凱傑這個哨音如果 今天的尺度是這樣子的話 洪凱傑會蠻難防守 對 感覺工程師是打兩種節奏 法師有他自己的節奏 另外一個節奏是屬於星巴的 這個是灌輪教練 我覺得在設計上面 蠻好的一個調度方式是 他會讓星巴跟法師各自發揮 所以當法師打快的時候 星巴知道說 我不用忙 我就留在後場休息 去看一下隊的表演 對 如果沒有機會的話 再慢慢到前場 來做陣地戰 所以像法師這樣類型的選手 其實很適合跟星巴配 星巴也算夠聰明 他並沒有每一球都全力衝 對 知道要如何在場上調節自己的體力 小方比數依舊緊咬 三球比三十四 騙了第二拍 最後給小球湯瑪士 其實今天湯瑪士 有非常非常多的出手機會 國王隊現在在前場就要壓迫了 防守是三位 第一位有一個身材優勢 站前防守 再給到一分 籃底下法師撿到這個進攻籃板 這就是身材的優勢 不過剛才這次我們看到 戴維斯他手的區域很大 從禁區鋪到外圍 其實在防守端 消耗這麼多Q的體力 這對國王來講不見得划算 加油 第二節要看誰 看洪凱傑 一邊有李嘉瑞 一邊有洪凱傑 一邊有洪凱傑 所以其實國王隊 真的要用他的年輕球員 對 前面快攻機會 那要讓戴維斯來秀一個嗎 這邊林愷彥自己上 林愷彥前面先做一個眼神的假動作 騙開了防守球員 對 畫面沒拍到 但宜徽教練 其實叫林愷彥 還有叫高國豪 穩下來慢一點 不要這麼著急 那這一球進算不算呢 底線的裁判給球進不算 在卡位的時候先產生了犯規 楊靜明在上半場 機遇戰的把握度非常好 那洪凱傑呢是左一顆右一顆 底線是他吃飯的位置 所以要破工程師 因為工程師其實連續兩戰 現在要回看 在剛才產生犯規之後 到底這個 林愷彥的中距離球算不算呢 裁判要透過電視輔助判決 自己來看一下 解釋一下 到底有沒有在犯規 享受之前來做一個出手 對 這個蠻重要的是 這兩分如果算的話 那 工程師就還有機會握有球權 那如果這兩分不算的話 對工程師來講 就比較可惜 因為代表你要去靠 八球拿到分數 這球其實看得很快 大概看個兩次重播 就知道結果了 我們透過 這邊犯規已經閃三了 嗯 想笑了 猜出手 我們講辛巴 辛巴在前兩戰 這個場均得分是23分 22籃板 但他在地形賽 打國王的打了五場 36分 22籃板 現在表示 事實上他打的時間 雖然說還是很長 可是他觸球 他去進攻的程度 比例不高 這代表事實上 如果再接拉成的話 辛巴事實上還是可以大有可能 瓜果豪 直到籃底下 挑戰戴維茨 埃了一個火鍋 那必須要掌握 這個轉換快攻的優勢 阿敏的大跨步進來 球再播出來 還有進攻時間 把彭凱旋再來一顆 把失掉大腳 移輝的空檔機會 切進來給辛巴 造成了戴維茨的犯規 國王對防守的隱憂 一直追著人排 看一下 高果豪接到籃底下之後 沒有閃過補防的Q Q其實等了很久 就等你起跳這一拍 對 高果豪在第一時間 他要靠離凱燕 但沒有靠到 但是也要注意 國王隊在上半場 體能的消耗狀態 Q其實在防守端上 付出了蠻多的體力 體能跟體力 今天的戴維茨 依舊是從板凳出發 延續第二戰的作戰策略 我目前都是在防守端上 貢獻他的價值 像林一輝來對位李凱燕 來看一下李凱燕 要怎麼處理 唐瑪士的中距離 如果這一點可以進球的話 最有可能會把辛巴 可以防守範圍 必須要把他拉出到禁區以外 對 但法師這個點無解 國王誰手其實都限制不了他 這邊辛巴會防得比較慢 最後給楊敬明擺進 敏哥今天兩個假動作 浑身是細 不過今天每當國王隊進球的時候 工程師很快就可以玩以顏色 而且這一波打得很混亂 國王隊 連打五分 這個失誤非常非常的痛 因為工程師終於一來怕 分數又追到一分差 一波五比零的攻勢 剛才這一波的效率 大概五秒鐘高國豪就拿了五分 那這次白忙了一場 網看其實有幾個好的傳導 在中距離尋找機會 國王隊在今天看起來 在進攻上面 半場的效率是蠻好的 但還是那句老話 失誤的控制 另外還有在防守上 第一線太容易被蹲破 當我們在轉移 你們都必須要看 這個情況下 不管是2-on-1 或2-on-2 在上半場目前 是出賽了7分鐘 今天依舊是有反正出發 其實針對戴維斯 前兩戰新北國王 就有非常不一樣的使用方式 第一場比賽 他先發了38分鐘 第二場比賽 是Keep25分鐘 其實戴維斯在今年球季 只要打超過35分鐘以上 其實對他的效率來講 不見得是一個正面的加分 今年賽季 戴維斯Q的場均的上場時間 其實大概是在23分左右 他今年在場均23分的上場時間 得到了12.7分 8.7籃板 我們換算下來 他每一分鐘 平均可以得到0.55分 但是當他打到30分鐘以上 包含季後賽的第一場 還有賽季的最後一場比賽的時候 他打30分鐘的時間 他平均每分鐘只能得到0.48分 分數下降 更顯而易見的一個數據是命中率 命中率是下降從56%下降到48 其實這個反而是令人更擔心的 所以打的時間多 效率下降 那可能就要衡量 是不是使用這個方式要做調整 對 怎麼打戴維斯這張王海 一直以來是可能新北國王 能否贏球一個非常大的關鍵 另外今天湯瑪士這一點 算是 終於可以找到一個得分的突破口 除了在楊敬敏跟李凱燕之外 今天湯瑪士在中距離 尤其在星巴無法對位的情況下 他把握住他的投籃機會 其實湯瑪士這個點是突破點 因為慕倫斯現在如果跟星巴對位的話 湯瑪士現在場上是最有身材優勢的 把球救進來高國豪 法師持球 這邊要找星巴嗎 自己上 這邊應該會給一個球競算 你看真的法師是一個人的武林 因為他明明知道高國豪救球回來 高國豪還在後場 對 他是少打多 是四個打五個喔 對 但他沒有慢下來他還是幫裡面切 而且還拿到分數這最厲害 真的是一個人的武林 只有我在自己的節奏裡面 真的 他開始在他自己的小框框裡面 過得很開心 他已經進入到他的領域裡面 Zone in a zone 好 好 穆倫斯拉到湖頂這個位置 防守他的是林依暉 穆倫斯在下半 第二節騎奏走的是三二區域聯防 這球湯瑪士衝達火鳳籃板 進攻籃板加一得分加二 那這個三二區域聯防 在這場比賽 國王隊是破得比較心得 前兩場比賽 一手這個三二區域聯防 國王隊其實有點束手無刻 那今天其實就靠著很多中距離 這邊 星巴在撿到這個進攻籃板 新北國王籃底下倒成一片 跟保齡球品一樣 整個被彈飛耶 來看一下剛才這一球 張文平其實是被自己人也撞開的 還不是星巴撞的 是木倫斯撞的 回頭看一看結果兇手是自己人 星巴今天其實都是用很簡單的方式拿到分數 給到中間 楊靜敏的空間 藍底下堆積得非常多人 不知不覺吧 星巴也拿到十分了 林路倫斯 這一球還是被朱英豪打得進去 朱英豪 朱英豪手上的感覺真好 可是小烈分槍比賽首度得分 前一戰朱英豪攻下了全場最高的二十四分 包含六顆三分球 對不過朱英豪上半場看不準 他都打第三球 對 上半場是熱誠 沒關係今天上半場有李佳瑞 對 這邊再度出現一個雙方犯規 是林一輝跟楊靜敏的卡位 不過在 這個犯規之前 其實李凱燕有一個動作是有點動氣了 這是前面朱英豪高難度的上籃得分 另外在畫面左邊 這邊楊靜敏跟林一輝 其實在手部上面有一個糾纏 因為左邊那個狀況是先發聲 所以似乎看起來是缺了一個雙方犯規 對 給了一個雙方犯規 所以沒有發球 那如果說這動作晚發聲的話 事實上高狗豪也跟李凱燕有發聲碰撞 這是退無可退的第三戰 新北國王這邊 也是把整個神經拉到最緊繃 藍底下的身高優勢 唐瑪士 這球沒有想像比賽時去進行 朱英豪 身高優勢跨進來 零波為一步 左邊一顆 右邊一顆 這怎麼跨進去的 而且最後他要用他的飛冠用手 來結尾這一波的進攻 對 一左一右 哇 今天不投三分球 對 鑽頭高難度上籃 阿米三個人過來防守 這邊張文萍有一個小小的空檔 出了是再久 不過這個24秒進攻時間已經到點了 哇 工程師在第二節 右靠著奔路球員的方 看朱英豪這一球 這個拉得有夠遠 超級馬力最後的上籃 在場邊再度出現暫停 進了之後看他自己的右手 我怎麼怎麼這麼好 我手感怎麼這麼好 很少很少看到朱英豪 在這個角度用他的右手做這個動作 在這個系列賽的季後賽 你可以確實看到朱英豪在進攻上的信心 跟季出是完全不同的人 其實你看朱英豪在這個表現 還有在第一節尾 第二節出 李嘉苑的表現 你就可以很明顯地感受到 在這個系列賽 工程師他最大的收穫 就是要可以奔路球員 他有信心可以做 他認為可以完成的動作 這點是國王這邊現在比較沒有看到 在本體球員方面 朱英豪為工程師貢獻了4分 另外林一輝有2分 李嘉瑞有11分 另外高果豪有9分 其實整個得分上面是非常的平均跟分散 而且你看在反正得分比現在就是15 比10 抱歉的是15比9 15比11 黃凱傑的9分跟張文廷的2分 15比11 那目前的分差差5分 就是在板凳上面的分數有差距 其實如果你看到前兩場比賽 兩邊的先發球員的分數扣掉 其實就是 你把板凳的球員相減 大概就是兩隊的最後的正分差 那當然板凳不能只看得分 還要看防守分 但是國王隊在前兩場的防守效率 並不好 所以我們從進攻對方向來比較 也不如對方 在前兩場分別是9786 是一個11分差跟9991八分差距 其實這個差距說大不大說小不小 最後的8.9秒 工程師上半場的最後一波進攻 朱雲豪 這球自己再救回來 還有兩秒鐘的時間 法師來投一個三分球 這球沒有進之後 上半場的時間也到點 跟前兩場一樣 工程師都在第二節逆轉的戰局 五至三比四十八帶著五分領先 要進入到中場收集 五至五五 五四 五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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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家介紹我們的四位參賽人 然後我們介紹 請我們的工作人 我們四位參賽人 那麼我們要介紹的 來檢舉 再一次吧 好 再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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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我們的中場遊戲規格 非常非常的簡單 我們的最後一位女朋友 我們要來講解我們的規格 好的 而且大家麻煩準備著我們藝人拿一顆球 我們這個要非常的簡單 我們這個就是大風吹一下 一月一堵就找你一座 但是我們有下一個挑戰就是 運到一舉一球 然後運到一月零了之後才可以找錯位 那我們就是繞我球圈好OK嗎 好的 那麻煩我們就是一個站一個腳 這個四方的隊員來這邊 來這位朋友到我們中間 好這位朋友看到我們 運動到這邊 這邊 好 這隊員四位四位的話 順十三順十三 好的 好的 那我們的優勝者呢 可以獲得的是我們 氣球賽 主持人員隊員 千頂海浩 以及我們 GQ價值三千頂的 心理屏地盤盒 準備好的話 我們遊戲就可以開場 準備準備好了嗎 好的 怎麼會多的兩位參賽者呢 比你參賽者 好 感謝我們 好 大家要小心喔 這位主持人員是 沒當 還要做好 好 第一次介紹我們來說一下 GQ大風吹 OK 開始 球 在公主們的比率不是我 是DJ上 究竟音樂什麼時候會成功 好 好 好 謝謝我們 對手們來看 誰向我們 邊緣的動作 來 你剛剛差點 坐在那邊 好 接下來 我們要 接受 歡迎回到這個 新竹藉口工程師 跟新北國王系列賽的 第三場比賽 目前取得兩勝0敗 聽牌優勢的工程師 在上半場 就跟前兩戰一樣 都在第二節逆轉的戰局 目前在半場 是有一個五分的領先優勢 不過可以看到這場比賽 其實國王 在進攻上面 其實也做了一些調整 對 其實做了滿大程度的修正 我們先看一下 他們在整體的這些命中率方面 有一個呢 比較沒有呈現出來的是 在罰球的次數上面 在上半場國王隊 只有一次罰球 那這代表什麼 代表國王隊他們其實 避免了很多在進去可能的碰撞 所以叫他們投籃命中率 事實上在 整體的命中率 雖然說並不是那麼理想 但是他們在進攻的效率 其實比前兩戰的上半場來得好 那另外呢 助攻的次數其實很接近 反而是籃板球 因為有穆倫斯的關係 所以看起來 目前至少在籃下的這一塊 是沒有跟國王隊差距太多 比較大的差距其實在外圍 沒有能夠守住李佳瑞 然後被朱雲豪一左右 打進了兩個Top Shot 另外當然還有就是 無解的法師 對 其實講到法師的部分 可以看到上半場國王隊 派出了非常非常多的人選 包含了洪凱傑 張文平 陳俊男 甚至最後連楊敬敏都推出來 來去守法師 這一個點是不是 在選擇雙卡洋將的情況下 確實會是成為 新北國王在防守上面 就叫傷腦筋的一個點 這沒有辦法 必要之二 你如果說你要囤禁區 有多一點的二線 三線 跟星巴對抗的能量 那你在外線就必須要做些取勝 那目前看起來 車輪戰守法師的效果是不好的 但是對於國王來說 至少他在限制星巴 並且在保護籃板球的這個部分 是做得不錯 是達到他的目的 所以事實上這個選擇 是沒有問題的 那就是看臨場最後 國王隊在下半場 他們在轉換上面外線上 能不能把握 因為你看換了方馬士 其實在進區也拋進了很多的分數 但為什麼他可以呢 因為木倫斯跟星巴兩人低調 其實講到這個 新北國王今天採用雙卡 在上半場可以看到 他們雙方在禁區得分師 不相上下 這是在世界賽前兩站 比較小心的情況 我們這邊要稍微休息一下 第二段中場獎平馬上回來 好 好 我們這位的朋友呢 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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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來吧 大家好 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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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我的 賣燈 快 你 要先享受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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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我們要給他關注的三位 要過得我們追求跟你們講 前面的七點的三次最強的採打 我們的第一位呢 是我們中間的這位朋友 今天中間的這位朋友 帶著好色的朋友 以及第三位是我們這位的這一群 那請問我們每個分過 再來給我們一次的 翻獎我的運氣 美豪宇宇 好的 恭喜你們 到我們前面呢 好 我們的攝影師 哈囉 我們的攝影師 媽媽我們現在要進行拍照照做 以上這場位是我們QQ 我們今天集長 看他的手機臉的當勢 所以給大家穿搭 恭喜在臉上三位 果然呢 我們國王的球員 來幫他幫他專搭 各位站好嗎 稍等一下 我們還會跟上隊 稍等一下 然後我們在這 好 我們到一班 再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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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好 我們的 我們再看一下我們的鏡頭 我們再留下一張可以 好的 三 二 一 OK 謝謝我們第一張最強 參加的三位同學朋友 以及我們追求電力量 來開一張 謝謝 攝影師 三 二 三 有寶可 吳 三 二 一 一 三 二 一 今天晚上的比賽 工程師要力拚拿下一個三連勝 很少新北國王進行到總冠軍賽 所以在主場出賽的新北國王 則是要尋求在隊史基督賽的第一場勝利 還包含主場的第一場勝利 在上半場來講 可以看到其實新北國王 在過去三天的準備 其實在進攻端上面 有做了蠻多的調整 但是今天在防守端上面 光是一個法師 可能讓他們就蠻傷腦筋的 這個其實是在賽前 你看到這個洋將登陸名單 你大概就知道的事情了 所以我相信這一點國王隊也早有準備 但他們就希望在禁區 至少我不要掉太多的分數 甚至禁區我有機會好一點分數回來 對 上半場得分最高的就是法師 另外李佳瑞一分 辛巴可以說是小事身手 貢獻十分 高國王九分 朱韻豪四分 說真的 我真的覺得辛巴在這個系列賽 他有點這個 有點 不是說開小拆 就是有點那種 這種微度假的感覺 因為他其實前兩場比賽 打得算是輕鬆協議 今天都沒有什麼太多的碰撞 隊友前場就丟給他輕鬆藍俠擺進的分數 所以我 也這樣子認為 如果下半場比分再次出現膠著 在第四節決勝起時 辛巴會擋不住 辛巴他會把他在最近 所保留的體力 毫無保留的 在第四節全部拚出來 另外在新北國王上半場這邊 唐瑪是因為工程師的防守策略 讓辛巴固守進去的情況下 其實在接獲小球的拋頭 還有中距離 以及三分線外的投射 是得到蠻多紅利 在上半場有二十分進帳 另外市關長楊敬銘十分 洪凱傑幾次漂亮的外線 跟快攻有九分進帳 穆倫斯倒是在上半場表現比較低迷一點 只有五分 另外張文萍貢獻兩分 好像比賽國王隊在下半場 要把分數五分拿回來 除了當然幾個主戰球員之外 我相信陳俊男跟簡佑 這件老名球員 什麼時候用 怎麼用 用得怎麼樣 這件會是下半場 非常指標性的走向 因為你看洪凱傑 上半場這個九分 事實上他的這幾個三分線 N1分分關鍵 不然現在的分數不是五分的差距 洪凱傑在第二節 就是拿到他目前上半場的九分 包含兩顆三分球 還有一個N1的2加1 其實他可以在攻守兩端 蘇醒來幫助球隊 會是新北國王在側翼 二三號防守上面 一個非常重要的球員 對 那另外工程師事實上在 整個球員的信心 事實上也處在高檔 你看他幾個出手 包含李家瑞 朱雲豪正是高國豪的這個傳球 他們做的最好一件事情就是 球員現在知道我的定位是什麼 我照一天防守拼進攻 我們在什麼地方出手 什麼地方要傳球 這件事情在工程師這一兩年的磨合 他們現在完全的把成果給展現出來 好 我們這邊邀請球迷朋友 再休息一下第三節的比賽 馬上回來 我 chuck它 把煮成磨 鴛 開水 他的 shares放在行動 白糖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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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位進場的球迷都可以拿到黃色的T恤一件 希望可以塑造一個黃海 一起來幫他們的主場球隊新北國王加油 另外剛才看到我們籃球國手包含了陳英俊 又來到現場看球 彭詩琴也來了 下場比賽開始 第一波球權在主場的新北國王 一個切分 唐瑪士左邊來個三分球 今天唐瑪士來當射手在用 好我們看到在右邊製造了一個強弱邊的轉移 從右邊Head Off球交之後 切進去往遠邊傳 在這個戰術第一場第二場國王隊用了很多次 命中率很低沒有成功 所以這個戰術國王跑出來投得進 這樣比賽絕對很有機會 看一下再度把唐瑪士拉到左邊的底角再投一顆 再來一個三分球 一模一樣的位置 要投到你出來為止 所以我們就看國王隊這邊要怎麼應付了 是不是用法師現在要上去對位唐瑪士要貼出去呢 唐瑪士怒吼了 目前為止已經攻降了26分 洪凱傑這個做法是對的 你當你被法師在那個點拿到的話 大概就沒有什麼機會守住了 連續兩顆左邊底角唐瑪士的三分球 唐瑪士也真的是很能夠去改變他的位子 因為他在今天季賽大部分都在湖頂頭 尼瑪士要挑戰孟倫斯 來幾下還有星巴 這一次讓星巴補盡兩分 那來看一下唐瑪士的站位 這邊是不是要忍來定著他了 這位朱運豪是一個 MISS MATCH的好機會 這邊兩位藏著佩可 就被撥出了底線 不過唐瑪士這球對朱運豪滿客氣的 因為其實身高上 體型上 都有MISS MATCH的優勢 倒是可以轉到正面做一個簡單的小勾射 連外圍連轉 很簡單也是說 對橫凱傑再標一個三分球 下半場國中隊的三分線連中三圓 這個是他們在今年的這個 麵包跟奶油 Brand Butter 他們三分線投不進的話 比賽基本上是非常辛苦 不曉得萊恩教練 在中場休息的時候 跟球員講了什麼 出來之後三分線有離神助 好球 林一輝真是見風 這空檔非常小 一輝這樣可以送得進去 這真的是 在默契上還有經驗上 真的是非常精準 不論是要強打星巴 高伯豪自己帶球 這邊要調給星巴 這邊藍底下有一個絕對的身高優勢 星巴要出力打了嗎 星巴在前面幾場比賽 大家說油缸裡還沒有油 他現在油缸在跑了一格 他現在是油電 他現在是電動車 他前面是油電模式 對他現在充電 剛剛充保電 電動車 高雄跑到台北沒有里程焦慮 這邊是館長高難度的右手上籃 其實我們在半場的時候 比較沒有提到楊敬明 楊敬明這場比賽 做得很聰明的事情是 他在季賽是一個白犯高手 上半場其實沒什麼法留機會 對 可是就代表他知道說 我不要切得那麼深了 我在中距離找一些更好 或是命中率更高的方式 來換取分數 所以他在給球 高球的高頭 下半場出來之後 兩隊的命中率 其實都很高 唐瑪士這邊要到 哇 這個M1差了一點點 好我們來談一下 唐瑪士的問題 唐瑪士想要打回NBA 可是作為一個NBA 高度 還有在體能上面需要的 他算是延伸的四號大前鋒 他能夠投 他能夠側硬 組織也很拚 可是他回到 能不能回NBA 最大的問題是 當你是這個賽事 你是六十十一七十的選手的時候 你要回到NBA 你要能夠證明說 你在這樣轉換 你靠近籃框的時候 你要能夠 power play 你要能夠打 硬打打得進去 他如果不能夠證明這一點 他回到NBA的這個路 會非常慢長 因為NBA的教練認為 你是四號位 你是進區球員 對 你能夠出手 你能夠投 你能夠組織 很棒 可是最基本的 你能不能在籃底下 穩定的腰腰分數 像剛才這個轉換 如果他能夠扣進去的話 他其實回到NBA的可能性 就會提升很多 這真的難守 唐凱傑在今天已經找到第四範 第三範 第四範 這是他個人的第四次犯規 現在比數 雙方是回到了原點 61比61 金美國王換上了張文平 五號這邊 現在的防守球員 再來一個拋頭 其實這個 在剛才湯瑪士 就不知道幫我鋪底線 所以在防守上 膠帶又出現了一些狀況 法師打快攻 這邊再給李英輝 這次規則沒有把球給接好 這個犯規要小心 法師直接撞到李恰彥的身上 李恰彥這球很驚 你要回舟之後 就 法師殺不住車 對 凱燕其實知道 法師其實要撞上來 但他如果說站穩腳步 做一個碰撞 身體的對抗 可能不會想笑 但如果我做一個前進的動作 被他過來鋪防的 Clausel這一步 給撞倒的話 那他就是一個 紮紮實實的一個犯規 所以這球經驗 事實上是凱燕用他的經驗 買到這個法師的犯規 穆倫斯在法球線接手 這邊要挑戰星巴也被蓋了出去 不只穆倫斯可以蓋星巴 星巴也可以蓋回去 真的 來看一下 兩隻熊的對決 如果星巴在有防守位置的情況之下 基本上不太容易單打他的球 現在是穆倫斯來手 新來手法師啊 這個難度很高 最後球是彈得出來 這海裡撈遠 這邊有完全空擋的是高伯豪 墊步之後要再拉桿 給的還是工程師的球 但是這兩波防守 國王隊又出現了 在第212場出現的問題 你看其實 經過一個簡單的轉傳 大角度撐路邊轉移 高伯豪今天竟然沒有人防守 而且一打進去的時候 國王隊進去只有兩波 事實上高伯豪剛才還有兩個選擇 他底線還能夠傳隊員 對 不過在高伯豪今天 中距離外圍 有準心的情況下 剛才防守球員 也必須要全排的 close out 出來 沒錯 這場比賽已經是第三次出現在禁區 在下半場 小胖母之間上場 上場 中距離外圍 中距離外圍 這邊再把球塞給湯瑪士 中距離外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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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做一個誘惡 然後在地板球小球 無論是給湯瑪西 或是給穆倫茨 所以國王隊在這樣比賽 他在空間擁擠的時候之下 還是想辦法做出一些小姐姐 高國豪懷疑顏色 這樣比賽看起來 郭忠祺這邊是要靠 高國豪這個本土球員 每一場都有一個不同的跳出來 第一場是李佳瑞 第二場是朱雲豪 穆倫茨終於盡手了 他在上半場只有五分進場 下半場他必須要加入這個戰組 這一次士官長沒有那麼 好讓朱雲豪可以單吃了 楊敬銘又來單挑嗎 碰撞之後沒有想像 比賽持續進行 朱雲豪現在很聰明 沒有輕易的被 這個銘哥的假動作給騙掉 這邊是慕倫斯的火鍋 三打二 好 馬斯再來一個兩分 你看喔 在這一波的轉換快攻 張文萍其實就帶遞了 李佳瑞的角色 所以我們來說 為什麼國王隊的側翼 包含陳俊男 洪凱傑跟張文萍 他能夠發揮到多少 關係國王隊這樣比賽 可以走多遠 對 打得有點對 對 打得太遠 沒這麼有侵略性 沒這麼有侵略性 這邊是慕倫斯塔套 站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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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攻擊師要喊暫停 這邊攻擊師要喊暫停 連續三波被進攻得手 而且都是郭大嫂的轉換 這是國王隊的招牌 這是國王隊的招牌 精采的比賽馬上回來 手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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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下半場的表現新北國王可以讓他們的球迷子民們一起加入到這個戰局 在下半場打出非常漂亮的開局 連續的轉換快攻得手 還有一個精彩的小組配合 包含楊敬明找到了湯瑪士 還有這一球是穆倫斯的單打 國王隊前面的兩場比賽 他在進攻上的效率不好 那反而是在第三節的這六七分鐘 其實打出了他們想要看到的效率 在今年第一行賽 國王隊在整個投籃的命中率上面是40% 可是對上工程師只有36.5% 前兩場現在掉到只有33% 是持續的探子 但是在這樣比賽 我們看國王隊在這個命中率方面 至少拉回了賽季的平均 這一點事實上是能夠在下半場 國王隊目前能夠領先 非常主要的一個關鍵 在暫停回來之後工程師也換上了前兩站沒有登錄的蕭順意 這個時候來到球場上 在這個四號位要來對決戴維斯 對 這個時候其實是有一點想要來這個出奇兵 來這個拐個氣的味道 看轉運手能不能夠發揮功能 這邊順意 給法師 這邊星巴旁邊有兩個人夾著他 然後代表外圍隊友有空檔 但是還是執意要找星巴 最後被吹了一個籃下三秒 剛才湯瑪士跟戴維斯緊緊卡住星巴 其實在第一場戴維斯打了三十八分鐘之後 這兩戰其實Rion 教練在修正使用戴維斯的方式 確實學習也改變調整很快 士官長楊敬明面對朱英豪的防守 戴維斯 這邊是湯瑪士再來一個中距離 但是耀忠有沒有發現這次最大的不同是什麼 星巴鋪出來了 哇 那這麼一來 國王隊下一波會不會同樣打這個戰術呢 我們可以來觀察一下哦 當星巴防守必須撲出來的時候 那就會讓出了禁區的進攻空間 全場鼓勢 因為剛才他們覺得李佳瑞拿 發現蕭順義拿球有左部的嫌疑 國華要拆這個炸彈 這是新北國王可以把比數拉開的機會 會71.65 來了來了 我們想要楊敬明上半場啊 他比較知道說要怎麼樣在比較 空間比較小的情況之下呢 來創造一些投籃的機會 但現在因為隊友投開來了 我們看到現在國王隊的攻勢都集中在左邊 因為現在是國王隊的牆邊 攻勢上比較集中的區域 所以楊敬明呢 他就找到右邊這個攻擊的機會 他開始要來買犯規了 而且這種節奏就是敏哥要的打球的節奏 超愛 愛死人 你接下來就要看工程師的 這應該是郭兆傑 郭兆傑要怎麼樣來跟楊敬明對位呢 工程師有一個特色是他們成員上來 每個人的工作地位 職能是非常清楚的 好 沒問題 72比65 祝福好這一球 包含第二站 第三站 祝英豪 其實有好幾球都是非常高難度的上籃 剛剛講我們要打第三集 他就是小烈要表演的時候 這球撐到最後 有他慣用的左手 把球給拋進 一頓 現在組場球迷要加入這個戰局 好 這是組場籃框嗎 居然是幫了工程師一把 順暢的陰浪 陰浪太強浮浪 運勢被晃進去了 左邊控場的投射機會 Stevenor 張文平 來接三分冷箭 對於國防隊來說 他們的底腳 Counter 3非常重要 因為工程師在這個競賽 手了很多低線的3-2 手了3-2之後 你兩邊底腳 傳得過去有出手機會 那他就能夠命中 就能夠把分數往上帶 張文平要再來扣一扣嗎 上半場有扣進的選手 這一次輕鬆的上籃得分 上半場一個抄截 下半場再抄一球 先球穩 先球穩 國防隊這樣比賽 目前這個7-17比68 9分的差距是 領先最多的一刻 跟前兩戰不同的是 新北國王這一次在下半場 是有所回應 兩邊底腳 特別是左邊底腳 是國防隊目前投射的熱區 那另外 我們講的嘛 張文平其實對位法師 現在看起來是一個 比較好的選擇 至少在賽事上 在防守的區域上面 他一個鍵的一個 close out 他至少能夠創造 一個抄截 並且掌喚快攻的機會 這場國王隊目前在板凳上面的分數 其實已經超越了前兩戰 也超越了對手 替補上來的張文平 有七分四抄截 而且還有兩次抄截都是可以直接轉換成分數 對那另外還有轟凱傑的十二分 所以加起來呢目前是二十一分 這個是國王隊 甚至超過了國王隊前面兩場比賽 反凳的加總分數 對 在前兩戰國王隊的反凳得分都是九分 是連雙位數都不到的一個數字 那現在第三節還有三分二十三秒 我反而覺得現在在可能您剛加入收看的觀眾朋友 可以來好好看一下 我認為這是工程師在這個系列賽當中 第一次碰到難 對 所以這個時候是看工程師要準備要來拆招的時候 對 如果是我現在我準備要進軍冠軍戰的球隊 我其實我會希望我的球隊 在系列賽當中碰到一些困難去解決 因為冠輪教練其實在我們節目中 有講過他說贏球會掩蓋很多的問題 前兩戰工程師不是沒有發生狀況跟問題 只是因為你贏的分數夠多 所以你可能沒有重視到這件事情 那現在是工程師要來面臨他們今年 季後賽的第一次的壓力測試 看一下這個壓力測試 暫停回來的ATO 工程師會來怎麼樣的執行 把球交到法師的手上 郭兆傑寫底線 球被撥出的界外 進攻時間還有六秒鐘 郭兆傑剛才想單打的是戴維斯 另外張文平現在上來說法師的效果很好 六秒鐘的進攻時間 工程師開底線 法師轉身就是一個空檔機會 再運一球到籃底下 讓新發撥進這兩分 七十七比七十 這邊湯瑪志 依舊站在面對籃框的左邊 這一次楊靜靈拋進兩分 阿敏在今天幾乎第一個擊球點都是在盯點 都是在所謂的New Point 這個位置上 那這個位置事實上是在我們防球上 我們最不希望進攻球員接到球的位置 看一下 這個是拿到很難救 對 你要撲出來 底線丟一個進來小球就有了 你不撲出來 我這個地方能夠拋球 而且正面還能夠流進去 他的命中率是很高的 對 在這個位置可以有這樣舒服的出手 也是前兩戰楊靜靈比較少出現的機會 對 我們的士官長經驗真是好 藍底下還是星巴 星巴這個時候要發威了嗎 在第三節個人有八分進場 幫助球隊咬住這個戰局 又是體健 這一次Stee Ball的出手是力道短了一些 不過其實概念很好 因為找到這地方空檔其實就出手 進不進的是另外一回事 但國王隊這場比賽做的 第三節做的最好的事情是 他們尋找到空檔的能力 比前兩場比賽是明顯的抵勝 對 不論隊友這場比賽 攻城是贏球還是輸球 他們回去可能要好好看一下 在左邊抵角 這個防守到底發生什麼樣的問題 真的 平浩頂開對手之後 給了一個進攻犯規 平浩這個護手動作 對兵線的裁判 剛剛裝得進攻犯規 給他做一個BUNCE EUR 這樣比賽國王隊的第三節 不論是在攻擊上面比較強勢 防守上其實也提升了強勢 戴維斯 來個三分球 這是戴維斯三分的熱區 雖然是個平射炮喔 不過這是我們Q今天第一次得到分季 雙方來到十分差距82比72 剛剛戴維斯在同一顆嗎 要給的是新北國王的非法掩護進攻犯規 如果有機會的話要來看一下 在楊靜敏交球之後 有什麼樣的阻擋動作 把兩隻手打開來 這邊被朱雲豪給找到 沒有問題 非常明顯的一個犯規動作 沒有問題 以籃球規則來講 進攻設立掩護其實是有一個 滿嚴苛的條件 你是要雙腳站立是用身體掩護 你不能手去勾住人家 不讓人家去防守 今天市館長的情緒也比較高張一點 一定要贏啊 而且林萬倫教練跟楊靜敏阿民 兩個人是高中同學 在南山澳洲是同一屆的 所以剛才這兩個人在演藝 在情緒上面呢也有一些交流 現場球迷開始發出噓聲 因為連續吹了兩次新北廣的犯規 剛才在阿民被罪犯規之後 這個球帶走 這個冠倫教練就跟裁判老師說 老師這可以這樣嗎 應該也是有他敢這樣 對 同屆的同學 對 這時候國王擺出了雙控 凱彥跟洪志燦同時在場上 這個新北必須要追出來 面對戴文隊防守再重新還原 回頭找林凱彥這是一個混檔投射機會 龍旅棒掌握在國王隊這邊 龍旅棒掌握出來再帶一步 最後找到了小胖 這個三分球成功對線 洪志燦從進之後跳在空中 而且他出手他就知道他很有信心 因為他已經準備要回房了 因為剛才傳導上面是一個非常棒的節奏 沒錯 造就最後的空檔出手機會 現在第三節時間到點 主場作戰的新北國王背水一戰 在第三局逆轉的比數 85比72 要帶著13分 進入到決勝第四節 張信者 北國王手 在這一年做我們的大英雙 你要從我們的奧述裡面 準備一下 一千手都太好 將已經奨罰給米韆下來 造成這個氣勢 大家可以看到很大螢幕 等於下一張對我們的朋友 所以大家自己拿 自己自己拿來一下 好不好 得到這次的機會 再一起把冠軍拿回家 來 可以看一下我們的大螢幕 好不好 跟我們一起 握著方向盤 飆個車 來了 來了 哈嘍 哈嘍 Yes Sir Dirt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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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新美光球迷朋友們 來了 哈嘍 英俊佳文 開車出去玩的感覺 可以 可以 看來誰開車已經很清楚了 還有這個安全駕駛 雙手一起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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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握著方向盤 Yes Sir 好 我們呢 第四節要準備開打 大家再跟我們國王一起集氣 來 在第三節 新北國王打出這個系列賽 單節最高的三十七分 目前是有一個十三分的領先優勢 要來到決勝第四節 第三場比賽回到主場出賽 新北國王當然想要繼續延續這個戰局 這個Ryan教練 在這兩天 這個練球完了之後呢 跑去剪了個頭髮 我不曉得大家是不是要改運 不過看起來 這個這一招在今天的比賽蠻管用的 開手的時候馬上發生了失誤 在第四節的第一波進攻工程師這邊 李凱燕切進來再分 道士在工程師這邊 第四節一開始選擇的洋將是法師 因為這個時候需要分數啊 你需要打快 你需要用一些比較多的轉換來快速的 把這十三分的差距給縮小 因為陣地戰可能現在不是工程師的第一選擇 法師 現在進去拿球 要挑戰賽維斯這個有點勉強 李凱燕一開始兩波進攻 工程師是失誤跟投籃沒進 對於這整個比賽的走向第四節 前面的四分鐘到六分鐘 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 工程師這套組合 陳建恩會上來防守對位 就是剛好跟洪志善一對一配調 高國豪也是防守 在對李凱燕上會有限制性的球員 所以工程師這套陣容呢 他會先從防守出發 然後在單打上面 可能會給法師更多的球權 讓他用他的個人能力去追分 這個要給兩次運球 因為前面法師其實已經運過球 最後他用兩隻手把球給撿起來 這法師太害可能忘記了 他沒有想到之前已經拿過一次了 這個裁判是抓得相當的明確 這法師有時候這蠻薄的 就他場上會發現什麼狀況 有時候你不要說這個場上的教練啊 對手他可能自己都不確定下一秒鐘 他是會進 還是會殘生一些 比較像Sharkful這樣的失誤 高國豪的防守 好...好嚴喔 這防守真的是非常的到位 有當來地下 這一支要到哨音 但這波的防守 要給高國豪拍拍手 高國豪在第一波限制李凱燕的這個防守 是國內真的比較少出現 但你切到了心臟地帶攻擊的位置 就只能以犯規收場 其實工程師第四節的這個組合 是蠻有道理的 因為佳瑞、陳建恩跟高國豪這三個組合 在後衛線上跟封線上是有防守的壓迫性 那這段時間呢可能先讓防守 先讓分數不要擴大 法師看看能不能讓他骰到一兩個六 那這個比賽回到兩波球全 那三波球全的時候 星巴就會再上來 按照現在的分差 可能至少要四個六才夠 現在已經來到14分 四個六全開耶 哈哈哈哈哈哈 李佳瑞第二時間的出手 最後裁判給了走步 李佳瑞的表情是有嗎 規則不是修改過了嗎 他本來還以為 他想笑之後他以為是N1 他本來還準備 想說要來 差點就要慶祝了 對 怎麼是球圈交換 防守不斷輪轉 最後還是在唐瑪士 五號位的對決 對上的是吳戴豪 今天好幾個人來對唐瑪士 這一次的攻防 吹的是戴威斯的推人搶球 李佳瑞的籃下位置卡得很好 看一下李佳瑞一直把戴威斯卡在身後 最後給了一個推人搶球 法西要打紅太傑了 到籃底下提前的拋籃 這個放手的手感差了一點 戴威斯第二時間要到這個N1進射加法 那這樣要往星巴來上班了 所以戴威斯在第四節他可以把他的效益極大化 前面三節其實Q並沒有打太多的時間 我們先前其實曾經討論過Q一場比賽打最好的時間 大概就是24分鐘 他今天賞金平均是23分22秒 那戴威斯在前面的三節打了17分鐘 這代表最後一節他大概有8分鐘的扣擋 對 這個25分鐘的黃金使用手冊 所以你看喔現在在第四節已經打了兩分鐘 所以代表戴威斯在第四節 後面的十分鐘大概還可以六分鐘的時間 所以他在接下來一兩波攻防之後 他可以先下來休息 休息一個大概三到四分鐘 在最後的決勝期五到六分鐘之後 再重新回到場上 8872 在第四節新北國王是持續把這個分差給拉開 在第四節工程師還沒有得分 在這個戰局吃緊的時候 每一個哨音都會 選手跟球迷都有一些反應喔 特別今天其實針對在黨人 在那時候設下掩護之後的後續動作 的效應喔 其實是比較頻繁的 第四節工程師首度得分 對還是一樣用星巴做掩體喔 一個激進一個動作 一進一張 一進一張 一進一步 這 reboost сделал 蹈一九 蹈一二 這是他的 蹈一軟 鬥 你會高 展開 是 因為這掉框的動作是蠻明顯的 這個 根據聯盟的裁判長林景榮老師的說法 掉籃框OK 如果你因為擔心在後續 可能跳下來會踩到對方腳 或是這個你要先緩一下 避免受傷OK 但是呢不能在上面引體向上 不能往上引體向上 這樣不可以 大家想要看一下上面那個攝影機 因為如果攝影機歪的話可以幫忙調一下 手也夠長 給到同學李佳瑞 沒有選擇出手 那這樣的犯規的話會是一個發天線嗎 不過這會有爭議 因為佳瑞最後沒有做出手的動作 他是把球傳給了籃下的星巴 那這樣裁判是不是要做一個討論 改判了 給一個發底線球 嗯 蠻可惜的 佳瑞其實應該要把球拋向籃框 因為其實先長是他後面才做動作 所以他其實應該有時間反應 錯了一個兩罰 錯是一個兩罰的機會 星巴找不到人傳 好 好 今天小烈的三分手感是比較降溫一點 今天的得分是靠著兩分的 feel go 跟一次的罰球 這一次也缺了慕仁斯的走步為例 今天對走步算是兩邊都抓得很嚴喔 新北光的球迷很激動喔 新北光的球迷很激動喔 慕仁斯想抬頭看看有沒有回看 但重播還沒抓到 十五分的差距 比賽還有八分四十秒 洪凱奇手高博豪就 這個是老對手了 過去在高中的時候 通常對位 哇 李佳瑞今天三分不能放啊 這次李佳瑞要來拯救籌隊嗎 沒錯 今天最準的就是李佳瑞了 在第四集的前段場邊出現了暫停 我們休息一下比賽馬上回來 hen手應該是軍事 offense 選擇合縱細節 不過大拙擊法 所以跟大家的表現揮揮揮 繼續保持 繼續保持廣告 達到了系列賽第三戰 遇到問題的工程師該如何解決呢 小的課場出賽對於師隊來講 是不是會產生一點影響 今天國王的主場確實 幫自己替主球隊加油 助威 吶喊的氣勢是很夠 但我真的是佩服工程師他們有一群死中的球迷 在他們的休息區正上方 你買票化位你還要先集體化得到喔 你才有機會深入鼻影 因為他們其實 因為你畢竟是在課場 你有時候不一定能夠全部買到連號 所以你可能左右邊你做的是國王隊的球迷 這真的蠻有勇氣的 工程師之所以為什麼叫工程師 這個搶票應該也是蠻有一套的 所以國王隊的球迷也要去新竹 如果打到第五戰的話 你也買一個在中間 那個一片紫色看到那個黃的就是你 這一波進攻 國王發生了失誤 李嘉瑞你要籃之後吃到籃底下 這個拉桿 最後敗籃就差了一點 一直到了 一直到了 把這個拉桿如果帶進的話 這是 非常高難度的一球 李嘉瑞的補防其實來得很快喔 但是還是最後產生了犯規 巴斯利在這一季還沒有可以挑戰這個裁判的吹判的犯規這件事情 但我相信如果 下個賽季或者是之後啊這個有這個制度的話 我相信這一球 封城師一定會挑戰 這個 目前巴斯利還沒有辦法有電視重播輔助判決 針對犯規啦 我們只是挑戰犯規 像NBA這樣 只要是因為目前在轉播上面的攝影的角度恐怕還不到就是可以面面俱到 你可能還是會角度可能會漏死掉 所以這也是可能在接下來下個賽季 目前會可能努力的方向 至少在多視角方面會做一些 可能是多一些的嘗試做一些的攝影師的設計 無論是兩罰一中 這場比賽得分來到了十分大關 第三節其實雙方打的是很奔放 心運流水很多的轉換 我有相信第四節接下來會去交停戰 雙方現在都上次到了 情巴在補頂 因為一開始啊就在進去要位拿球 要跟隊友做配合之後再下滑 再給到心巴 李佳瑞藍底下對戰之後 再把球給要出來 但這時候進攻時間已經到點了 其實有這個雙塔在上面 穆倫斯跟戴維斯 李佳瑞就算在進去拿到球 也很難直接有一個舒服的出手機會 協防很快馬上就過來了 其實在第一時間 穆倫斯已經做了一個走步的動作 因為中心腳其實有抬起來的嫌疑 剛才藍底下的思思 穆倫斯跟戴維斯 其實都一起比了走步 真的 思思有兩種 一個是穆倫斯 一個是戴維斯 那另外國王隊要注意喔 第四節的失誤次數其實比較多的 這一節 新北國王產生了五次的失誤 而且前三節投得很勝的三分線 在這一節看不到 李佳瑞再投一投 六投五中的三分球 在李佳瑞這邊 李佳瑞在這個系列賽三場 投進了六個三分球 包含第一站第二站第三站 今天就進五顆了 這邊是見招開招 三分來兩分去 底分還是有十二分差距 三分來兩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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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球再給李佳瑞再投 你再投一顆嗎 要把這球力道大 李佳瑞 李佳瑞在今年賽季 一整個賽季 只有投進七個三分球 但他這樣比賽呢 你投這個五個 那穆倫斯倒地還是拿到分數 在星巴扣籃之後 那星北國王應該要 掌握這個轉換快攻的機會 六十九號裁判 在底線這邊 給了穆倫斯要位的進攻犯規 吳瑞老師 今天好像是第二次 抓穆倫斯這個動作 反而是李佳瑞來安慰穆倫斯 我們透過重播再來看一下 是有製造一個碰撞 不過其實在這樣的攻防 來講兩邊其實都相當相似 在走上快攻的時候 穆倫斯會去找到 比較愛笑的球員 而工程師這邊 就會是星巴 來找到比較愛笑的球員 希望在快攻上面 有一個身高的優勢 這對國王就滿痛的 被吹了一個進攻犯規 然後天昊轉身打進分數 回到十分差 在比賽最後的六分鐘 回到了十分差距 那瑞恩教練也做了一個調度 把康瑪斯換下來 先讓穆倫斯去調整情緒 其實這個調度是滿通明的 至少你讓當事人先離開 現場發出發的情緒 把節奏給帶起來 高國豪 運球差點發生失誤 小烈 今天還沒有外圍上面的表現 這個是天昊的走步 這邊不把球給戴維斯 雙方這邊有一點肢體上面的交換 跟衝突 現場的觀眾不會客氣 真的 感受到主課場 在季後賽的壓力了 田昊其實 在過去他打地上籃球 很少被吹這樣的犯規 所以他剛才在想笑的時候 他應該是滿錯誤的 在接下來這五分十三秒內 裁判這個尺度在拿捏上面 會是一個學問喔 因為你剛才 你吹了穆倫斯的那個進攻犯規 在接下來你的哨音 如果要一致的話 這種哨音就必須要吹得出來了 這個盾位上面 小胖要扛星巴 但我必須說小胖是聰明的 他知道解讀比賽 很多比較老經驗的球員 知道現在裁判尺度緊的時候 會製造比較多的身體控制 對 他知道在現在這個氛圍下 這個尺度下 該做什麼樣的動作 來吸引裁判的注意 對 我摔著一下 我拿到一個哨音 我兩發 我摔著一下 沒拿到哨音 我起來再拿球 再去拿我要位的位置 去做投籃 OK的 洪志三兩發一中 11分的差距 這一次在星巴 藍底下基本上是很難擋 好 我們看到這個系列賽 星巴最認真的時刻要來了 就是現在接下來的五分鐘 先前的電動車現在電充滿了 現在是SPORT模式 真的 要全力出擊 準備開上五搖高架 準備一路開到高雄 但是先開回新竹 這個高能度的兩分球 漂亮 是關卡的關鍵兩分 漂亮 做一個修行的一個snake dribble 之後發起來即名出球 這邊注意好 也做一個snake 比加瑞 第二時間的出手 這樣的出手 就比較猶豫了一點 對 其實第一時間他今天手感好是可以投的 而且其實灌輪教練 我們剛剛遠面看到就是跟 他就跟加瑞說 其實你可以大籃出走 這一次彈馬是這個空檔三分投射其實沒有把握 就是稍嫌可惜 他今天熱點在左邊底角 今天熱點不在湖頂 哇 Kobe move 這個是過去Kobe很喜歡做的一個動作 往左路突破之後壓肩 然後再橫移之後後揚再出手 這邊單打機會是楊敬敏 第二拍 第三拍轉身 還是要投這個中距離 師哥人長今天合力全開 這邊來分數又回到13分的差距了 靠了楊敬敏兩波單打 這也是這個系列賽國王首度得分 破百 這三分的差距三分半鐘 這個根據我們李航員教練 言行書這個書哥的講法 國王被要贏球 他認為國王被要贏球 楊敬敏 市館長沸騰了 就在新莊體育館 還有剛剛這個回拳動作 也帶動了現場全部的國王球迷 15分的差距 然後剛才提到呢 這個我們李航員的言行書教練 書哥他提到說國王隊這一輪的勝負關鍵 國王隊要贏球 這個他們是靠進攻 帶動防守的一個球隊 他們攻得進 他們才守得住 那有一些球隊是防守帶動進攻 像工程師 像孟翔教這樣球隊 那國王要贏的話 他的關鍵分數要拿到105分以上 他今天就很有機會 可以來挑戰這105分 目前已經來到了102比87 楊敬敏前兩戰打得真是悶喔 這一戰總算了 是把前兩戰的分數都淘了回來 得到23分 他在 在前三節是15分進帳 楊敬敏到了第四節 包含遠投近切 投進了4個2分的DOGO 三節8分 來到了現在全場23分 我反而認為楊敬敏這場比賽 發揮這個老將的價值 反而並不是針對前兩場比賽的狀況 去做一些調整 他反而是在前兩場 比較不利的狀況當中 找到一個縫隙去做他進攻的一個空間 過去楊敬敏他喜歡在球隊當中 做一些傳導之後 在強側邊的轉換 從側邊發動進攻 因為他有一個很大的挨手的空間 可以彈到 這樣比賽楊敬敏其實沒有喔 他其實都是在人堆當中拿到球 在盯點或者在中距離拿到球 但是這個時候呢 他選擇第一時間拋籃 或者是對方一夾上來之後 他做一些小球的切分 所以他其實在攻擊上面 還是跟他賽季 整個賽季打下來 他習慣的進攻節奏是不太一樣的 可是他找出一樣好的表現 表示他在兩戰當中很快 他就知道 我怎麼樣最可以可以幫助球隊贏者 對 講到分球的部分 剛才數據上面也有看到 楊敬敏這樣比賽的助攻數是超過了十次 也幫助隊友創造更好的得分機會 對 這個時間一分一秒流逝 這邊工程師要翻過去的難度是越來越高了 而且剛才針對朱雲豪的防守 是踩他左路讓他切右邊 這用他的被冠用手來做一個防守 戴維斯現在新北國王是多點開花 這一球恐怕 這要為一場比賽定調了 那以這場比賽的走向來看 柏林怎麼看 新北國王出了什麼樣的難題 給工程師這邊 其實我們剛才講到了一個重點 就是這樣比賽 國王隊的防守 至少在低線對抗上面 他們給予對方更多的 physicality 在身體的碰撞給得更多 那為什麼呢 因為國王今天攻得勝 國王隊是一支進攻帶動防守的球隊 所以他攻得進的時候 他問題都可以解決 攻得進 連這樣的攻得進 對 那另外呢 國王隊其實 針對前面兩戰啊 就是打得比較沒有效率的方式 也做出了調整 他不再 王 黃志山再度倒地 林一位跟裁判說還好吧 這個嘴型是我們拍得相當清楚 對 大家都很熟了 他當然是沒有站穩啦 有一個往外推屁股的動作啦 不過真的必須說 洪志山在最後這五分鐘當中 這個第一個幫球隊抓節奏 那第二個呢 他其實幾次啊 這跟對方球員的角力 跟裁判老師的鬥志 都幫球隊爭取了有力的球球 在這個時候 大敏退場換小敏進場 最後的1分58秒20分的差距 雙方也做出比較大的人員的替換 絕對必要 搖威下一場比賽來做準備 因為看起來這個系列賽會達到週六啊 至少會 剛才場邊是楊敬明的家人 下場之後還跟家人稍微致意一下 這件事情是這樣 因為國王對他們以前集中住宿 所以他們有些 有家庭的球員跟家人 其實好一陣子沒見到 那所以在場上加油可以見到後面 哇這個特別格外服務啊 如果這場比賽 新北國王順利贏球的話 那麼就會逼出第四戰 第四戰將會在這個星期六休息一天之後 六月十一號晚上的五點鐘 依舊在新莊體育館 要來進行雙方的第四場交手 對 對於重點 好 一上來發生一個失誤 兩邊都擺上了第二梯隊 所以看起來這比賽應該分數就已經定掉了 那國王隊在最後這兩分鐘 其實要把握的是 他必須要多一點機會讓楊心智 簡佑哲 甚至陳俊男 都讓他們投籃 因為他們在前面的兩場比賽 其實參與比賽太少了 所以要趕快用幾波的戰術 幫他們設計一些出手 再來這個出手機會 連李凱彥也退場休息 換上了蘇喜 林士軒 其實工程師也是一樣的想法 很容易增上來 郭紹傑 陳堅恩 林明利 另外還有蕭鎮毅 其實楊心智跟林鋒 兩位本土的四號位 在前面兩站幾乎是完全沒有發揮的空間 對 那楊心智跟李凱彥如果說 其中有一個可以上來 這個頂個進去也不用多 每個半場頂個三分鐘到五分鐘 那國王隊的調度上面 其實就比較充裕的 就可以獲取晃李金斯來當第二個洋將 好 剛才講到的李盈峰 也在這個時候要來進場 今天國王隊上下半場 張文平是一個X贏者 這一個交球有點危險 不過最後還是吹了犯規 柯林怎麼看 後天的第四戰 工程師必須要修正什麼樣的問題 工程師在今天的攻擊上面 第一節是比較慢熱的 所以 一把第四戰 已經前兩戰贏球了 目前他們是處在一個連線的狀態 所以一開始你會覺得他打的 在身體的接觸上面 在防守的強度上面 其實不像前兩場在主場 來得這麼的強悍 這是第一件事情 所以必須找回在第一線 防守的壓迫性 那另外呢 既然現在楊敬敏已經做出修正了 所以是不是在第四戰 在防守上面的位置需要調整 因為目前看起來 朱雲豪的時候 楊敬敏沒有跑到太多點贏 朱雲豪在過去前兩場比賽 在盯防楊敬敏上面 算是成功開好示範獎 整體的投籃命中率 投籃比賽 楊敏的經驗還是擺在那裡 調整得相當快速 那另外工程師在第四戰 其實我認為剛才投進的郭紹杰 其實會扮演一個 應該要扮演一個很主要的角色 是他在防守上面 絕對是可以防築到球隊 這是系列賽的第三場比賽 對水槍的國王 即將在主場迎接他們的勝利 所以小米是群隊第十三 十二個得到分數的球員 拉下這個防守籃板之後 現場一起倒數最後的五秒鐘 要恭喜新隊國王一百一十一比九十三 收下了隊士在紀後賽的第一場勝利 也是第一場主場勝利 球隊挺過了這個背水一戰 把整個戰線延伸到了第四戰 雙方會在後天六五月十一號星期六 一樣在新莊體育館要進行第四戰的交手 楊晉敏這將比賽真的是 打的是時間甚至蠻長的之外呢 我相信他剛才其實心中應該是蠻有感觸的 剛才可以看到他其實在球隊集合的時候 有一個感覺情緒上面涌上來的一個感覺 今天楊敬敏全場是二十三分十二助攻 外加湯瑪士三十四分的好表現 幫助了新北國王 在主場守護這場勝利 也逼出了系列賽的第四場比賽 大敏 敏哥我們理事長 先前在賽季的單場最多助攻 是在面對工程師的時候傳出了十次助攻 我們今天這場比賽賽後呢 馬上就要訪問到的是新北國王的楊敬敏選手 阿民你好 阿民可以剛才看到在最後起合的時候 感覺自己感觸也非常深 來談一下自己回到主場比賽 手感調整回來也幫助球隊拿下勝利 你自己的感覺 我覺得這一場對我來說非常的重要 那前兩場的表現確實不好 然後導致球隊輸球 然後也沒有辦法把球隊整個串連球 那其實自己也滿自責的 好在就是 隊友都一直給我鼓勵 然後那我覺得 反正前面的比賽都已經過了 沒什麼好想 那就是放遠今天的比賽這樣 講到今天的比賽 其實阿民有傳出了非常多的助攻 也幫助正中的洋將湯瑪士 是有一個非常高三十四分的演出 來談一下球隊在今天這場比賽的設定 以及如何攻擊在星巴防守對位上面的這個點呢 因為我們有三個大的老外 那對方只有星巴 那星巴的移動速度又不是特別快 所以我們就是會把重點放在內線 對然後就是里外里外去做一些搭配這樣子 在今天這場比賽贏下來之後 也帶出了系列賽的第四場比賽 有沒有什麼話想要對 新北國王的球迷來說的呢 謝謝你們 然後還是很希望你們能夠 然後進場為我們加油 那我們一定會拿出最好的表現來回饋給他們 好 我們這邊謝謝楊靜敏選手接我們訪問 也再次恭喜新北國王拿下的勝利 我們這邊要請球迷朋友稍微休息一下 賽後獎評馬上回來 我們這邊要請球迷 在我們這邊期間有 dessesそ chall backwards 在這場比賽開始 我這邊是台灣界 禁止其平成立這一場比賽 的一場比賽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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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的來源就在於助攻次數 32次助攻次數 前兩場比賽國王隊的助攻次數 都比攻城是多 但還是輸球 為什麼 因為攻的技能守不住 但今天國王隊是進攻帶動防守 那另外要提到的是 楊敬敏在這場比賽 其實打來一個很特別的比賽 這是一個很不楊敬敏式的比賽 阿敏在這場比賽 他沒有投進三分線 他賽季平均一場比賽投進2.7顆 他今天發球只有兩把 兩把一中 所以他今天的得分模式 不是他賽季習慣的那樣方式 但是他先用助攻先幫隊友創造空間 之後他的空間就來了 所以這樣比賽楊敬敏事實上 他是從前兩場的問題當中 他去發現問題 去找到問題 解決問題 對 那講到解決問題 後續的第四戰 那就會是攻城師必須要煩惱的 而在A系列賽我們可以看到 目前打完了前三場比賽 攻城師是兩勝一敗 戰時領先 另外在B系列賽的部分 明天夢想家就跟今天的國王一樣 是一個背水一戰 而且是要客場出賽 想要這樣比賽馬上為大家預告一下 就是在明天的6月10號晚上的7點鐘 台北和平籃球館 附綁勇士要尋求晉級總冠軍賽 夢想家也要尋求來延長戰線 而在今天晚上7點開大比賽 展目工作到這邊差不多要告一段落 請代表所有的工作同仁 以及我江浩兄 還有身旁的球評王柏林 感謝收看 我們明天晚間7點再回聊 拜拜 再見 字幕志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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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對 對,對,對,對 對,對,對,對 對,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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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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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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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